神最终的运动 十百克 第一篇 谁能登山 读经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十二十四章三节 我有观看 献高阳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中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并在伺活物和种场老钱唱歌 彭腹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原是同身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出熟的果子 贵于神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其十四章一到五节 问题的这解答由上面的经文可知 一问 谁能登耶和华的善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一答 我看剑高羊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即彻底信服主者 一是开头 一是终结 一是预料 一是实现 一是问题 一是答复 诗篇有三篇与启示录十四章 这段经文相符合 二十二篇说到好牧人围养舍命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诗二十二章一节 这集 救主挂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 可十五章三十四节 启示录十四章 这般高羊 同伴就是答复 二十三篇说到大牧人在复活里 率领他们经历死而复活 十二十三章四节 新约的回应是 但愿此平安的神 就是那平永约的 邪使群阳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 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门 来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二十四篇 说到牧长 是二十四章七到八节 新约的回应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笔前五章四节 这些经文说明经历十字架的全部故事 神的高羊好牧人 大牧人 牧长和十四万四千高羊同伴 在此 我们确实看见了救恩的起始 也看见了救恩的终结 与西安山上高羊完全合一的同伴起十四章 有几句简单的叙述 我们可以来默想 首先这里说到神救恩的终结已经达到 神曾决定要得这一般人彻底与他儿子 高羊基督完全合一 现在已实现了 高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随他 原文基一直继续跟随 毫无间断 他们的性情 特质 品德 个性 交易 团契令被组织 完全与高羊合一 这里又说他们是初熟的果子 一级还有大宗的 还有数不过来 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起七章九到十四节 所谓初熟的乃是确定说明 神的这一般同伴与他儿子丰满合一 这般同伴实现了神的最终目的 永世的每一件事皆细至于他 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窃望等候塌险出来 罗八章十九节 这是万事之心脏 神的心在这般人身上得着完全的满足 初熟的果子就是说明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农场主人栽培果园 他们劳苦经营 高价试验 忍耐培育之结果就是逮着农场的出熟果 这是最使他们心满意足的事 十四万四千这般人就是神劳苦经营 高价试验 忍耐培育所得之出熟果 神因他们而心满意足 十四万四千是十二乘十二的一千倍 说明他们对神的管教训练是毫无辩驳 彻底降服的一般人 他们未曾沾染妇女 说明他们未曾与世界和其样式 包括属地基督教和其制度 有任何的调和或妥协 历代神都得找了这样的人 近日我们所处的时代 神也正在得着 关于让神的心的这满足 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知觉和愿望 这荣耀目的在主耶稣已经的这保证每一个属乎主病 站在他就属丰满目的赤亮光中的人都必须相信 第一件事 这荣耀目的和胜利已在基督里为我们的这保证了 就保证而言 无需加上什么 已经成就完结 我们从心的深处要向神献上感谢和敬拜 经上说 根基若毁坏 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是十一章三节 一级根基若摇动 上面的建造必倾倒 但羔羊和羔羊的同伴站在西安山 原文已经看现 一级正是使着根基已经确定稳固 今日 我们在时间过程中的人 真实的安息 确信和喜乐 这是唯一的根基 因此 我们不是属于将来派的人 主来是灵和魂和身体 才立刻改变 乃是今日实际经验活出基督的人 即现在从幸福到幸福 一节从开始幸福主耶稣 灵立刻活过来 经过一生继续幸福主耶稣 天天改变 达到末了之幸福主耶稣 结果魂 自我 完全的蒙拯救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当主来时只有身体 才立刻改变 参罗一章十七节 约三章三十六节 佛二章五到八 笔钱一章九节 临钱十五章五十二节 铁钱四章十七节 罗八章二十三节 这荣耀墓地 辩明神带领之道路 第二件事我们必须相信 甚至要战斗着相信 神这荣耀墓的丰满辩明并完全称义 他带领我们所走的一切道路 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 因为他摸着我们经验中的许多事体 如 我们经历到天灾人祸 夫妻离异 家庭不和 病痛失业 太多太多所谓不幸之事 实在不容易相信 这都是主带领我们所走的道路 和我们生命所该有之经历 一时过一时地 借着苦痛 磨难 失望 悲哀 困惑 迷乱摇动 我们真实的根基 神永远不会错 他知道他所做的 他确实做了对的事 若我们能正面积极地这样相信 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然而神的目的正在辩明称义神的道路 他带领对付我们的一切步骤 都证明是最美善的 末了我们要正确地说 神没有做错 在我们生命经历里 当我们受到火炼的试验 极深的黑暗 及与基督死的形状联合 而从其中出来 尽心尽见 及与基督复活的形状联合 了解其奥义之后 我们就能说 我若没有那些经历 就不能活出基督 所以我喜欢有那些经历 反管训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 不仅指金士 更指勇士 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和谐 义的果子 激活出基督 来十二章十一节 最终我们要说 当初经历那些 苦难事恋环境时 以为都是错误的 不对的 其实都是正确的 都是对的 西安山上高阳的同伴 是初熟的果子 以及他们首先遭遇烈日 狂风暴雨 种种可怕之苦难环境 使他们成熟 并伪着别人开道路 高阳之义 一极受苦和牺牲 我们不能不相信 他们必然这样说 神带领我们的一切道路 都是对的 正确的 我们现在能把高阳基督 活出来 完全证明成义神的对待 虽然当年有时候 曾经受是 叹怀疑神的对待 认为神有点不公平 但今日 在结局之亮光中来看 神的对待不仅是对的 正确的 并且是独特 唯一绝对不可少的 我们必须寻求从神来的恩典 尽可能地达到这种地步 并且相信 神不是一位旁观者 冷冷地观看我们受苦 受死 受灾 不 他乃是围着勇士最高使命和目的 忍痛地把我们摆在那种严格之管训中 约伯经过火炼的试验就是证明 他知道神的路 因此断言 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失恋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他向我所定的 就必做成 这类的事 他还有许多 博二十三章十到十四节 请读约伯记头两章 你就看见神向他所定 和要他所行的路 神都知道 主肉身的兄弟 雅各曾经这样说 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 奉主明说话的 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雅五章十到十一节 雅各自从接受耶稣基督 确实做主 自己做奴仆 经过了百般试炼 因幸福而生忍耐 故有大喜乐 而且忍耐的结果 就是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参雅一章一到四节 我们先正面对一些非常困难的事 我们讲说 或所受这些信息都是容易的 但我们在主里必须互相兼顾 使我们却能达到这个荣耀完备之极点 有一件事 我们可能做的 就是彼此激励说 我们绝对相信顺服神 虽然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 但其结局 必定辨明并称 一神是对的 因此 我们能对主说 主啊 你是对的 近日我能活出你的样式 不能没有那些经历 或者你们中间 有人很难幻想 能说出这众变明神的话语 但你若不失去对神的信服 你必最终这样变明神称一神 结局称一神的路并且正名神 高阳站在西安山起十四章 这段经文有些词 是非常有意 异病暗示许多事的 我看见了高阳 急受苦和牺牲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游的被买出者 其他们不仅是被救赎者 并且是付了重大代价 包括允许他们受苦而牺牲 买出脱离了地 而被带进与高阳这次一切 一直非常亲密的交通里 他们暗示与高阳完全的合一 站在西安山 这山在经中占有非常伟大之特殊地位 总是指明属灵近身所达到的最高点或顶峰 这山实现了神圣的一切吸引和渴望 众志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 十一二十二章四节 就是这个意义 关于西安山有许多引证暗示和付托 在圣经中他说出一件很显著 很卓越的事 他常常暗示并代表某些最高雄心 最强渴望 生命最深 希求得着满足之目标 以色列人经常的愿望 就是一年三次上西安山 有许多的事可以论及他 但这山乃是他们所要达到之处 也是他们最高可能实现和完成之处 现在高阳已经达到而获得 并已全然保证了 他站在西安山恰似伟大的圣者 由地狱之最低处 胜过一切阻碍 意志升高 达到最高处 逮着荣耀和胜利 用保罗的话来说 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福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远超过一切 高阳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 惊人的得胜 惊人的伟业 在以往永远里 神圣会议所计划有关人类命运 最伟大可能丰满实现之事 现在已成全了 现在我们来看西安山的历史 西安的意义就是堡垒 要塞 实际西安山在耶路撒冷里面的高处 永远是神子民最伟大的挑战 远初数世纪该处是耶布斯人的迎战 约书亚未征服 是世纪四百年未征服 大魏在西伯伦坐犹太人之王时也未征服 直到他坐犹太和以色列全民之王时 才攻取耶布斯人的迎战 称为大魏城及西安的保障 当时该迎战非常坚固 耶布斯人夸口说 我们有瞎子瘸子就可保障了 撒下五章一到十节 这其中包含许多属灵异议 简言之 只有耶稣基督在你我身上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真正绝对做主做王时 才能攻取仇敌的迎战 特指属地基督教传统宗派固定制度 而成为西安的保障 基督身体的和协和一见证 当大魏做王不久 约牙公取该迎战 西安荣耀的事就开始了 所以西安却是一切荣耀的心脏和堡垒 用属灵的语言来解释其意义 谁能登上西安山 高杨站在西安山 基督做高杨的意义就是受苦牺牲 温柔谦卑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但他却得着了何等的胜利 权势地位成就站在西安山 这的圣地位是坚固不可破 无任何仇敌来挑战的 高杨所完成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 他要带领我们上这西安山 高杨邪同伴被选出的 第一 高杨的同伴 十四万四千 称为出赎果 是被选出的 一切的信徒都是蒙神呼召的 其蒙召的使命和目的 也都是同样的充满基督 活出基督 被谋成神儿子的模样 一级子力皆是百倍 参赴一章二十三节 四章十节 罗八章二十九节 太十三章八节力 如做医生 教师 传道 商业 主妇的 个人的生活工作和侍奉 若全是信服圣灵的管训和引导的 就他们都是皆是百倍的子力 活出基督的出属果 一级高杨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的同伴 但我们大体神的子民之 皆是三十倍 六十倍 也许九十倍 等等的 顾这般 皆是百倍的高杨同伴 不仅是蒙照的 更是被选和忠信的 启示七章十四节 当初以色列十二个儿子 都是蒙照的 他们一生中都有错误失败 但只有约瑟是全然信服神 肯受改正 所以他不仅是蒙照的 并且是被选 做宰相和忠信的 参闯三十七章二节 四十章十四节 五十章二十节 今日神的心在这般全然信服神 肯受改正之高杨同伴身上 得着完全的满足 这般同伴在时间中所学的幸福 和所走的道路 将成为他们的真实价值 以便在未来的勇士 忠实奉神 成全伟大的使命 他们是被选出的同伴 在神的思想和心意中 他们是特别宝贵的 B 做代表的 第二 高杨的同伴是做代表的 是先锋 为别人开道路的 这个做代表的伟大神圣思想 贯穿在全本圣经中 主常常搜寻某些事是 令人属灵向前 而打更丰满的 这个伟大神圣的思想 集在各处的这一个直视或服事 令人达到基督更大的丰满 为这件事 所以神天天做工在你我身上 主为什么带你我进入 那魔严酷之烈火试炼 答复是 使别人得益处 做别人开路先锋 自然有问题产生 但你我究竟以什么为满足 你我真实跟随高杨魔 高杨无论往哪里去 你我都跟从魔 这跟随不是地理的 乃是在凡事上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受苦无声 温柔谦卑 活出羔羊基督 所以说在他们口中 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他们表现归向神 而从每一种属世界之玷污中 都分别出来 这包含许多事 如各种罪恶 世界的肉体 眼目的情欲 今生骄傲 即生命 基督教律法制度 属地暂时看得见之所谓属灵事工 问题是 为时模拟我应当纳摹绝对 彻底 完全 许多基督徒上天堂都没有走过这样的路 也没有感受这样绝对完全之经验 答复是 神要得这一般做代表的同伴 一切的问题都在于此 这般羔羊的同伴对他们自己而言 完全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 做一个天天被人践踏之台阶 其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在这条羔羊道路上行走的人都是彻底倒空自己 废弃自己 并且是深深认识与基督一同受苦之经历的 他们脱离了一切属灵的自夸自负 完全无忧悦感 而且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他们经常的呼喊 这是十四万四千羔羊同伴的呼喊 他们看自己是卑贱可怜之奇特人 但神对他们却非常重视 因他们具有为别人开道路之价值 神在他们里面找到那么多的喜乐和满足 他们在神里面也找到人生最终的喜悦和补偿 即来到一个地位上 西安山能是凤主而围着别人 请注意 与高昂一同站在西安山 不是属于将来什么奥秘的日子 乃是属于我们现在的时刻 我们随时都可站在西安山 但站在西安山的人都是得胜现在所遭受的试炼 并超越此刻所经历之苦难的人 请确信 在属灵道路中 西安山上高昂的同伴都是现在实际的经历 虽然这是将有其最终完满的结果 但对我们今生之属灵实际乃是炎库兄暴剧烈之挑战 现在你我站在哪里 是属灵的山下 亦是属灵的山上 这将断定你我对别人有无真正之用处 你我是匍匐在地 亦是与高阳同高圣同的圣 高阳同伴是为要是奉主而做代表 确定的信服神 我们必须从心里寻求 以确定的信服神 他对待我们的一切都是合宜的 而且是围着他的永远目的的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奥秘 然而是真实的 一极就我们而论 我们预明白神的道路或法则 我们就预确认 预证时 他对我们一切的带领都是唯一的 并且是实现他目的 对于别人 他有另外的方法和带领 主对待我们的道路乃是非常孤单的 也许别人同样的走这孤单道路 但你在主的手下所经历的 似乎无人经历过 独有你走这孤单道路 在此我们看见 主常常不告诉我们 他为什么扣留某些人 是误不给我们 或将某些人 是误拿走 主虽然不告诉我们 但他却只有关我们的一件事 即我们的自己将变成我们的仇敌 我们切求某些事 主扣留 因为主知道 那些事对我们是非常有害的 我们的愿望若实现 就变成我们的仇敌 主都知道 我们个人以往的经历是如此 我们从事属灵的事工也是如此 我们存心是要大 要高 要看得现 要圣人等等 但羔羊的同伴不是这样受苦牺牲 温柔千丹 默默无声 服侍圣徒 我们必须信服 主对待我们的道路和方法都是最美好的 求主施恩使我们能信服他 如果我们与神有争执 我们就必失去做高扬同伴之地位 只有那些蒙恩的人能说 主啊 我的道路遭受许多苦难失恋 虽然我不明白 但我信托顺服你 因为这是成全你目的之唯一道路 高扬的同伴都是如此 请记住 主所持有的都是最好的 不是次好的 主从来不提议要人拣选次好的 神的警告 劝勉 鼓励 要求都是围着上好的 如果我们不走高扬的道路 他对我们就无保证能实现他的目的 保罗说 我只有一件事要做 无第二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非三章十三节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我看见了高扬和其同伴站在西安山 神不偏待人 同苦同荣神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 他与知人一切的一切 故预定人最终的命运 完全不偏待人 其二章二十三节 十七章九节 罗八章二十九节 福一章四到五节 神造人使给人自由意志 他绝对尊重人的拣选和决定 为其结果将断定期不同 幸福或不幸福 生或死 重生或灭亡 生命平安或死亡 同苦同荣或不同苦不同荣 创二章十六到十七 图五章四节 约三章三节 章五节 章十六节 三十六 罗六章五节 八章章五节 六和十七节 所以金石人在时间过程中之拣选和决定 将断定永世人最终之命运和结果 在神的的眼光中 他的永远目的已经完成 按预表 亚当和夏娃 夏娃之每一部分都是出自于亚当 已在伊甸快乐园 按实际 高阳和心腹 心腹之每一部分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一意一念都是出自于高阳 一节高阳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已在圣城新耶路撒冷 神的乐园 起二章七节 二十一章二节 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 时间乃是实现他计划和目的之过程和工具 有启示录 我们看见 永世最少有两班人士奉神 一班人士有树木地 十四万四千 即十二乘十二的一千倍 高阳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的 启示四章一到五节 这班人明显是得胜的 比较起三章十二节和起十四章一节 即之 是与基督同座宝座 起三章二十一节 即有份勇士国度行政之决策者 由于他们自愿专心跟随高阳 所以 他们是皆是百倍之心腹的代表者 他们不仅穿白衣 起七章 十三到十四节 被高阳血洗净 得蒙重生 并且穿白袍 起三章五节 无论生死都让基督显大 活着就是基督之德圣者 莫了穿光明 纯洁之系麻衣 其十九章八节 现在正如心腹装饰 整齐 等候丈夫 比较来说 这班人是有树木地 是少数的 他们与高阳同站在西安山 是高阳的同伴 由新约圣经可知 只有主耶稣是神的高阳 创世以前 三一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交通时 圣子及自愿做高阳 被杀 解决宇宙一切难处 起十三章八节 无瑕疵无电屋 笔前一章十九节 自愿被杀 受死 一级受苦牺牲 不发怨言 称赞高台 全部接受 如匠生 马曹 卑贱 奉献 除歌 贫穷 常在拿撒勒 轻视 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话 未曾发怨言 反而心里柔和谦卑 十二营天使 等候服侍 全部实用 但像司提反 保罗 雅各 彼得 马可 约翰这般人 他们众生前和重生后 都有瑕疵 都受玷污 然而他们按主次年日 天天学习信服 圣灵管训 改正和捷径 活出高阳基督 被杀 受死 知形状 也活出高阳基督 复活 升天 知形状 因此 他们是皆是百倍的子力 登上西安山 做了高阳的同伴 另一班人是竖不过来的人 此后 我观看 现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高阳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向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旧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于高阳 这些人 是从大患男中出来的 曾用高阳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其七章九到十四节 这班人明显是 紧穿白衣 紧蒙高阳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 是皆是三十倍 六十倍 或是皆是九十倍 像八拿八 最终固守律法制度 原则加二章十三节 迪马 最后贪爱现今世代 提后四章十节 这班人 他们在永世里 仅能有份于 王室之尊贵士奉 不能与高阳 基督同座宝座 如果你我围着自己 最终仍有某些保留 如性里还有怨言不平 动机仍是属地 暂时和看得现的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并非全然活出 高阳基督 柔和谦卑 就你我必是属于这班人 愿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都爱惜光阴 抓住每一机会 在苦难中学习幸福 达到完全 像主耶稣在肉身的日子一样 来五章七到九节 登上西安山 做高阳的同伴 以满足父神的心 第二篇 极管训完成登山 读经 十二十四章三节 其十四章一到五 代表全体之同伴成 全神的目的神的 思想总是注意 一般属灵升高超越 具优势的人 这思想乃是开启全部圣经的钥匙 圣经虽然记载许多世 人的故事 万国的故事 但皆集中在一件事 及多方描述一般属灵升高 超越 具绝对优势之子民 启示录 使万世达到终局之书 十四章 这些子民已经达到神圣目的之最高峰 高阳和高阳的同伴登上西安山 远在大魏提起这问题 谁能登耶和华的善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杠树世代以前 自从亚当堕落在魔鬼手下 这世界和人类就已开始发出这问题 以及谁能在属灵上 神最高薪一目的 做他配偶 与他同掌权 达到高升 超越 而具优势 最后在这里的这 答复了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中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 高阳和高阳的同伴已经登上西安山 已经站在神的圣所 恶者势力难攻破之夜不思迎寨 现在已完全攻破而成为西安保障了 在此 我们看 神的目的得以丰满的实现 乃是在做全体代表 高阳和其同伴的这般人身上 即使这样 立刻引进一个新的因素或动力 我们成为神的子民 为何常常聚集在一起 难道仅仅是为听到严经 从事千百件活动和善功 做更热心的基督涂魔 不 我们乃是看见了神有一个目的 是有关他儿子的 我们信徒蒙照的重生 乃是实现神目的之开始 我们的属灵生命继续增长 达到基督的丰满 乃是实现神目的之疾风 恶者的整个国度 千年来都是严酷残忍的仇视敌 对神的目的 仇敌集中一切力量 来破坏阻挡基督徒的属灵生命 阻挡人重生得救 阻挡信徒继续增长 以色列国乃是属灵升高之力 正圣经济在历史上 一切属地属肉体 看得见有形的事物 都有其属灵相符合的部分 是看不现而代表某些事的 其中最伟大的一件事 即属地历史可知可见之以色列国 隐含神思想 知属灵意义和目的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耶和华就必使你坐手不坐尾 但居上不居下 身二十八章一到十三节 神有一个隐秘思想 在以色列国身上 其属灵的符合部分 就是教会属灵的以色列 知实际 按照神的思想 在万国中做手不坐尾 但居上不居下 一级教会乃是 一般绝对属灵生高具优势的子民 谁能登山 答复高阳和高阳的同伴 神的思想和心意 在这般做代表的身上实现了 你若得着这把钥匙 你立刻开启圣经的广大部分 这是带进以色列的整个历史 它开始自雅各 后产生了十二支派 雅各一生的属灵 经历都交织在以色列的历史中 雅各在神手下受管训 开头的光景和以色列的光景 完全相似可怜 悲劣 困苦 悲惨 不幸 可比 经上说 耶和华专爱你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 神七章七节 一级神检你们 不是因你们比别人更好 不 乃是由于神主宰的拣选 神域之雅各最终拣选他 雅各本身无美德 可推荐 他是用计策行轨迹的人 但这崇雅各在神主宰的手下 被管训被制造 结果变成以色列 神的王子 他有十二个儿子 有十二支派 以色列十二支派 能统治管理至此民 十二支意义是什么 经中十二代表统治管理 十二旦由约旦河取出 和十二旦放进约旦河 书四章八到九节 说出死亡福在复活的权势之下 以利亚在加密山 用代表十二支派之十二旦祝坛 即见证耶和华和其百姓 那统治管理之绝对优势 就约许多事情 发生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 但支派因拜偶像从历史上消失 带以别的支派 其七章四到八节 只保守到圣城新耶路撒冷 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其二十一章十二节 这十二支树木一直保守到底 其意义非锦历史 乃属灵的代表统治管理 十四万四千 十二乘十二的一千倍 站在西安山 说出统治管理 是借着高扬达到完全 绝对高升超越最上级之境 你可追查经中这个神圣的思想 从始至终都集中在这一个挑战之问题 谁能登山 谁能站在神的圣所 以及谁能最终获得神宇宙统治管理之委托呢 谁能成为神行政之工具和器皿 以统治管理神的宇宙呢 谁能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是八章六节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来二章八到九节 又将万有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使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福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所以神的统治和管理 乃是从元首 头 基督并借着教会 他的身体将施行在整个未来的宇宙中 以色列失去了神对他们所愿望的这件事 将解释我们许许多多属灵的经历 这件事也代表 一节 基督徒中兼将有很大的不同 二节 对基督徒生命之概念将有不同 三节 对我们在此为什么而生活将有不同 以色列对神所愿望之伟大定命 曾遭遇许多试探和敌对之事 但最后他们失败了 就现今时代而言 神对他们所愿望之伟大定命已被剥夺 而且他们被分散到万国 参太二十一章四十三节 图二章五节 这些事都是预表我们基督徒 你我蒙神护照 为成全他所愿望之伟大定命 与他同座宝座 起三章二十一节 即与高阳同站西安山 起十四章一节 但你我有无继续跟随高阳 虽然神的目的最终已经达到 但达到者乃是那些高阳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之代表的同伴 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达到那里 如果一切基督徒都达到那里 为什么基督徒中间还有征战冲突不一致 为什么神的话还向基督徒劝勉 恳求 驱策 警告 你认为基督徒无论软弱失败 或者堕落背道 不必回转 反正都无所谓 最终都必自动机械地达到神的丰满目的 这种思想却是荒诞背离可笑的 不 保罗清除引证以色列的故事 作为我们今日基督徒的预表和见解 基督徒吃了零食 喝了零水 但因贪恋恶事 即贪恋肉体情欲 眼目情欲 今生骄傲 拜偶像 即是奉忠心不是主自己 乃是主 之外代替主的人 事物和基督教 行奸淫 即与世界和世界的灵妥协调和 是探主 即悖逆 不信服 或自信 自负 自私 发怨言 即心里不平 不满 气愤 仍讲理由 结果在旷野倒闭 即不能达到实现神的目的 与高阳同坐宝座 灵前十章一到十一节 今日我们必须十分留意 虽然提说这些事都是不愉快的 但我们必须对主中信真实 以色列的愚行 墨守自聚 向灵官必在以色列的生活行动中 对实现神伟大目的 有一个包括一切的仇敌 实际上就是促使他们败亡衰落的 即他们把神的一切真理会集成某些言语教条 和实行之精密固定制度解释和意义 而且说这是最终的 是一切 他们把神圣的启示之广大区域局限在某种乡辖之内 而且说我们有一切 你只要按照我们的教条 实行 样式去行 一切都完好 他们把神整各企十分解决 意见一种形式化之教训和实行理 没有看见一切神圣事物之本质要素 乃是属灵生命 也没有看见圣经字句和灵之间乃是具有广大之分别的 你可能得着圣经的一切字句 行事 但仍然是死的是无意的 他们的态度是这样 如果有人断言从主看见经中 某些比传统更多的意义 并未断言由天得着新的亮光或启示 要求人调整进身 甚至有革命性的向前 就这人被视为不稳妥 应手猜疑 原因他们超过我们所持守 所教导和相信的 因此他们把这般注重属灵生命 和摸着圣经之灵的人关在门外 并且阻止一切属灵向前进步之路 今日许多有固定道理和实行之基督徒团体 其领袖把属灵人或执事关在门外 就是阻挡圣灵向前进步的 其实圣经是启示无限的基督 是需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的 不是保守自己狭小解释 或维持自己崇高权威的 如果你我紧紧固守传统 专心自聚 舍弃灵 其结果 你我的聚会团体 就要变成小基督 小教会了 今日各处基督徒的聚会或团体 绝大部分都陷落在小基督 小教会的光景中 一位属灵的神仆 曾挖掘暴露你 我是奉神最深的天然动因 本意 欲望 要求 是否寻求看得见之属灵祝福 是否在神国里你成全个人的兴趣 是否在是奉上切望占有 是否工作 扩大完成时的想满足 是否在群众间 你获得影响力 是否想要在世界中得人认可和肯定 是否在你的团体中求 取有决断事情之自由 在神看 这一切都是属灵的淫乱 求主光照 彻底就拔我们 当初代表以色列的祭司长文士 和长老所做的就是这样 但神的儿子来乃是反对废弃这一切的 请思想主在比拉多前受审的故事 如果我们站在主的地位上 何处是同情我们的 比拉多 比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说 流这一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们承当罢 太二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五节 今日也是这样 一切跟随高扬的属灵人 从世人得着的同情和共鸣远 比从组织基督教来得多 这是很强烈的话 基督教的领袖 认为自己知道一切神圣真理 有固定道理和教条 有精密系统知识行手册 但失去主的宝座和权能 主说 我闭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己属灵的实际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其三章十一节 仇敌千方百计在神子民中间做工 只要有机会 他总是阻止世人蒙恩德永生 阻止信徒达到属灵升高之优势 其最终目标就是阻止教会达到最终与主同坐宝座 同掌王权 属灵优势乃其天天经历 幸福 而得着荣耀的宝座乃是宇宙之中心 是在高处同管万有 也是同管信徒之经历的 以及同管许可信徒所遭遇之试探和攻击 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重肢体 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或试炼病不是针对我们个人的 乃是仇敌危害神整个目的之一部分 唯要叫我们属灵的功能麻痹 昏下 试感 若将所遭遇之苦难仅仅看为 是属于我们个人的 就必是非常有害 毁损之事 而且是盗取了 其真正意义和要点 失去了达到宝座之路 请看一个信徒 经常站满了他自己的困难 一天到晚思念 他自己如何受苦 他把宝座所许可的管教训练 即借着苦难试炼 学习信心的顺从 以成全神圣的愿望和目的 当作他自己个人受苦的事 结果他变成一个下沉 抱怨和失败的人 如果我们把一切所遭遇的试炼 秘境 苦难 问题摆在神尾大幕的质量光里 来看他们却是 由下而上达到宝座之阶梯 就我们将完全的释放 得高升 请注意 乃是痛苦的阶梯带 我们达到宝座 这是高扬的道路 十字架 是神的定律 高扬在宝座上 受苦和牺牲带上西安山 请勿一直消耗在你的字连里 仇敌非常清楚 你若留在字连里 他必得这地场 叫你做失败的人 不论你多么 会唱诗 会讲道 会用的圣言词 会做千百件事 这一切都是无用的 只有你我在苦难 试炼时坚定地说 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美好机会 带我达到更高阶梯 将这些苦难试炼 踏在脚下 使我学习属灵的高升 实现神的愿望和目的 十四万四千高扬的同伴就是这样 他们不是在苦难试炼之字连里 一直打滚挣扎 他们乃是幸福神 见身恩典而高升 获得了鼠灵的优势与高扬同站在西安山 其事录所说之西安山 宝座 十四万四千 高扬 冠冕 仲长老 都不单是字面的 乃是像只寓意的 说明一些鼠灵的原则 他们在性质本体要素上都是鼠灵的 所谓鼠灵的就是超时间 超空间 永远现在的 西安山 宝座说出某些事是在信徒里面的 信徒每天都可经历鼠灵的超越 及西安山 鼠灵的王权 及宝座 例如 张弟兄被李弟兄无辜排斥 张弟兄抓此机会信福神 舍己 活出基督 从心里仍然爱李弟兄 这及经历鼠灵的超越 因张弟兄确实经历鼠灵的超越 所以他无论服事或交通都有王的权柄 今日你我若在凡事上学习信福神 也就都是这样 诸所寻求得者的基督徒 不仅是好而规矩之基督徒 更是最终丰满答应谁能登山之基督徒 需要和挑战实现愚寿管训之子民 我们曾提到约伯的事 约伯记乃是圣经最早的一本书 是神对堕落造物之第一篇信息 钉死十字架 经历苦难 带尽荣耀 经过死亡进入复活 彻底到空才得充满 约就开头的故事就是经历苦难 死亡 到空 最后进入荣耀 复活 充满 在神许可知苦难事恋中 约伯因信福 神登上属灵惊人之西安山 因此 神指着约伯对别人说 这个人就是你们一切祷告的答应 你们的祷告有破口 得不着答应 除非约伯站在破口 你们一切属灵的利益 福分 定命都在乎他 这实在是伟大惊人的 这里有一个人达到某个特别高点 许多人的属灵利益 福分 命运都细于于他 神一经决定说 你们属灵的美善好处 都与这人有关系 我所以带他到达这个境地 都是围着你 约伯曾一踢一踢的攀登 那是何等的攀登 最终达到西安山 请问 神为什么做 神所以这样做 乃是答应地狱的挑战 实际上 撒旦 曾向神无言的挑战说 谁能登山 谁能站在圣所 没有人 就是约伯 在地上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也不可能 让我来打击他 试试看 神说 好 于是撒旦先剥夺他身外的一切 但约伯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博弈章二十一节 撒旦开始失败 然后撒旦及约伯 妻子献议 要他自杀 约伯却对妻子说 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不也受祸魔 在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博二章失解 撒旦最终失败 撒旦对神的挑战 在约伯身上完全的这答应了 今日主借着教会起不同样的做事 而得着答应魔 为时魔撒旦被允许 继续残害教会呢 为什么基督钉十字架 是以毁坏撒旦权势 不立刻消灭扫除他 使他不再存在呢 为时魔教会数千年来 遭受那么多的苦难试炼呢 为什么今日神的子民 仍受逼迫苦害呢 神正在答应仇敌的挑战 而且西安山上高阳的同伴 正是丰满答应挑战之名证 他们已经登上西安山 已经站在神的圣所 使徒说 你们乃是已经来到西安山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教会 所共聚的总会 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一集在神的眼光中 高阳的同伴诸长子之教会的代表 已经来到西安山 天上的耶路撒冷 历代高阳的同伴 都是经历了属灵的历史 受苦和牺牲 但有一个事实就是 神从起初所寻求 独特满足他心意并成全他目的 已经实现了 他们是自愿受神管训的子民 应付了神的需要 答复了仇敌的挑战 摩西岛告说 主啊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第三篇生命显章属灵优势 读经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十二十四章三节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 在于你产业的山上 耶和华 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 主啊 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出十五章十七节 我有观看 现高阳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其实四章一节 圣经的两重意义 我们曾说过 历代的伟大问题 就是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其答复就是 出熟的果子归与神 和高阳之代表的同伴实现了 何谓耶和华的山 在解明之前 我们需要认识圣经地理 历史都有两重意义 一重是有形可见明显之字面意义 一重是无形非物质之属灵意义 一切字面的都是解释属灵的 就如伯特利 其意义及神的家 不仅是一个名称 乃是说到神家所隐含之一切 属灵意义 当雅各首次来到伯特利 那夜安睡时看见天开了 在梦中 看见一个梯子 天和地可有交通 神对他说话与他立约 如果我们不在属灵的道路上来 真实经历神家 天开 与神交通 对神话与福分的意义 就我们还没有看见神的家 所以圣经的地名 在神的思想和心意中 都有神圣的原则和定律 当你面对那些看不见之神圣思想 原则定律时 你必感到某些事是大能 惊人 永远的 圣经的地名 山和谷 都有其属灵意义 耶和华的山 基督王权之爵 对优势谁能登 谁能站都是现在的问题 虽然其疾风是在高阳道路的末了 但今日我们这些神的百姓 在生活行动上也实际显张基督的王权 换言之 西安神的圣山 其丰满的定义 集神的子民已经照他完全的旨意 在属灵生命上具体表现一切神圣的思想和心意 活出基督的丰满 与基督一同掌权 属灵优势 神圣生命之正常 表现当 我们听见福音 拣选信从主耶稣 由圣灵而生 得这神圣生命时 这个属灵优势之正常表现就开始了 这是每一个信徒生来的特权 诗篇87篇说到西安之民的福源 有这样的对比生在世界伟大名城之人骄傲地说 我要提起或纪念 纳哈勃及埃及 巴比伦 菲利士 推罗和古诗 但论道出自西安的说 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他里面 主爱西安的门 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义集神的思想和心意有关西安子民 乃是由神圣生命之降生或出生开始的 今日我们由圣灵众生 接受了神圣生命 也就成绩了一切伟大属灵优胜之能力 只要我们在时间中不阻碍 不反对他 圣灵或神圣生命 让他处处表现出伟大属灵优越能力 到末了 我们就都要与主同坐宝座 在此 我们要确定看见 高阳同登西安山 并与他同坐宝座 乃是基督徒生命生活之正常旅程 有人说 成为一个基督徒 做一个爱基督的简单门徒是一件事 但做的圣者 与主同登宝座是额外特别的事 这种论调完全是错误的 不合神的思想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的创造 临后五章十七节 在基督里乃是信徒一生 拣选与基督同行的旅程 如果你我与主同行 不久就停止 或者到达某个地步 就不再向前 犹如马可是奉主前十年的失败 或者在很短时间内就满足了 犹如巴拿巴随火庄稼 仍持律法主义 或者转了方向 离了正轨 犹如抵马贪爱现金的世界 或者允许自己因某些事之影响而持偏见 离心 不平 就你我里面神圣生命之正常旅程 必然受到妨害或中途截断 如果你我自愿甘心 接受神所许可的一切环境 及羔羊 受苦牺牲 无论往哪里去 都跟随他 或者向着主全然绝对的顺服 或者虽然不明白主 却完全地信托他 或者让主在自己身上自由地做他一切的功 就你我必定顺利地走完正常的旅程 最终达到宝座 一级达到绝对的属灵升高之优势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与生 巨来的特权 我们再来看雅各 他出生虽然不是长子 及双倍福分 一级宝座 或属灵升高之优势 但他重视长子之名分 最终的着了 参窗25章23到34节 他成为神的王子 以色列 生十二之派 预表神统治管理 预示十四万四千 其意义就是基督徒 部分男女 都是得着基督长子的生命 故称为长子的教会 来十二章23节 因此登上西安山 与主同坐宝座 乃是基督徒生来的特权 我们必须记得 神圣生命不是虚无缥缈的 乃是个人实际经历基督 自己生命之灵 圣灵就是基督自己生命之灵 当他在我们里面的这自由完全的道路时 他决不会让我们堕落尽所知道之地极下流光景中 你我相当清楚 在我们开头信从主耶稣时 都是很单纯 若我们说低级的话 行下流之事 我们就立刻有感觉不快乐 除非悔改认罪受改正 当我们继续向前与主同行 这种感觉不仅不会减少 反而会无限的增多 并且其感觉更敏锐 我们将有很大的痛苦 若我们落在错过失中 这重经历就是所谓叫圣灵担忧 因为圣灵总是带领信徒属灵生命 一直向上高升的 这种圣灵同管的生命 不仅是事实的说明 并且是可试验的 你我的属灵 生命岂不是要求向上魔 你我活在低级之基督徒生命中 岂不是无喜乐无安息 如果你我里面完全不要求向上 或者活在低级生活中 也毫无感觉 就你我可能尚未重生得救 这是里面非常简单的试验 在圣灵或神圣生命的恩赐里 你必定发现这种开始向上高升之要素 我们一生的旅程 都是这神圣生命之增长 活出 表现 升高 最终极神恩典达到与高阳同站西安山 登上西安山 不是因我们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功劳和美德 完全是让这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圣 成功的结果 因此我们看见 神尾大幕的和心意之顶峰 就是荣耀 开头是生命 末了是荣耀 什么是荣耀 让神圣生命的圣成功就是荣耀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肥三章二十一节 如何改变 都是圣灵改变 也都是他复活生命在里面做工而改变 这是基督徒正常生活 基督徒反常的生活就是 人凭自己之聪明干财 做这个做那个 组织这个兴办那个 结果有时成功愉快 有时失败痛苦 这是错误的 其根源是出于人自己做主 干犯了 让神圣生命做主 在此硬确认 西安乃是我们众生时 就已栽种在我们里面的 经上说 靠你有力量 心中想往西安大道的 这人变为有福 是八十四章五节 这里是说到里面的心中 不是说到外面脚步 西安是在我们里面的 是代表一个伟大惊人的转变或改变 以色列的失败 心里倾向埃及 不像西安以色列 除了埃及 表明名义上是往神的圣山 但实际上不是 他们漂流四十年没有进步 最后倒闭在旷野 其解释是什么 他们由身外的埃及出去了 但他们身内的埃及没有出去 埃及被称作为奴之家 预表罪恶 情欲 骄傲 名声 财富 权位 学问 属地宗教 包括赵圣经榜样 而有固定制度之基督教 各行己生命世界之捆绑 猜了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 约一二章二十二节 除十二章十二节 临前十章七节 图七章二十二节 以及他们由身外环境上的 那世界之捆绑出去了 但他们身内心中倾向 但那些世界之捆绑还没有出去 这是他们一切的难处 近日你我可能从身外环境上的 那些埃及捆绑出去了 但你我有无从身内心中倾向 那些埃及之捆绑出去呢 只有那些从心理清 向埃及世界出去的人 才是真正心中 想往西安大道的人 一切得着基督生命之灵 而让他真实做主的信徒 必然经历这种心中 想往之大能 我要提起 祭免 西安这一个生在那里 我的一切全员都在你里面 这种属灵高升的优势 乃是我们的心 把一切别的都扫除 完全让基督和基督所含有之一切 意义来取代和占有 如是图保罗行在这条 往西安大道上呼喊说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之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非三章八节 至宝之意义 即尽力认识基督耶稣 是我个人的主 而活出属灵高升之优势 因此 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原则是 扫除我们里面 万事万物之唯一途径 就是让基督在我们心中确实做主 埃及谄媚集 西安杀死基保罗所说的这个 有损和丢弃之万事 特别指着赵圣经榜样 而有固定制度之基督教 因为有固定制度就变成律法 其结果 限制并杀害基督是非常狡猾的 并且我们信徒的天然生命 对这种有固定制度之基督教 特别响应喜欢 自然这是仇敌狡猾的工作 唯要阻止扣押属灵的增长和进展 这埃及之世界是何等的狡猾巧妙 你我可能这么说 我要奉献自己的生命给主 我已重生 而且已撇下世界 意己不再做世界的事 现在我专心围着主做事 我的一切生命 服饰 干才都是围着主 撒旦就说 很好 让我们把你的姓名和你的履历 学士 硕士 博士 什么专家 议员 招贴在每一个路口 或不告栏 在登日报和电视广告 你是当代围着主的伟大见证人 你宪政从事全球性广大组织之基督教 撒旦这种现义 你一定很喜欢 而且机会太好 应届此干一番 这些发生之事代表什么 埃及世界 这完全不是羔羊的道路 什么是羔羊的道路 他须挤 肥二章七节 即倒空舍弃自己 不宣扬自己名声 魔鬼叫你充满自己 高举自己 他不能用犯罪作恶 贪财娱乐埃及世界充满你 他能教你凭天然生命是奉神 这种埃及世界来充满你 其结果 不需要太多年日就可显明 软弱失败 结党纷争 属灵幼稚 这不是羔羊的道路 如果我们追问穷劫前述事实 我们可按真实资料来准确证明 其实今日基督教的书报到处都可看见这种埃及的世界 仇敌不能借着败坏的埃及世界得着我们 他要借着基督教使人可服众望或想圣名之埃及世界得着我们 许多青年人被这种可服众望埃及世界谄媚笼络了 许多神大用之仆人被这种可想圣名之埃及世界破坏轻浮了 是的 仇敌用可服众望和想圣名 教你极箭 惹你注意 给你显著地位这种隐藏在深处之鬼诈 把你从属灵的卓越处推下 使你属灵生命渐渐消退 莫了落在悲惨境地 这不是虚构 乃是事实 五十年来 就我们所见 多处都发生过这种不幸的事 请注意 这条上西安山 大属灵高升优势 与主同坐宝座之路 就是十字架的路 十字架的路 就是一切事事 甚至在神的事上 遇过遇尽身地脱离自己的兴趣 满足和喜悦 因此 行走十架道路的人 都是在主许可知苦难中 自愿默默无声 学习顺从的人 一切为自己讲理由 逃避主许可知苦难 甚至和神争执的人 都是拒绝十架道路的 我们知道十架道路的终点 就是领我们到达一个地步 不是属于主的一切事工 叫我们喜欢愉快 乃是主自己做生命 一举一动 活出基督 才叫我们喜悦愉快 但仇敌整个计策 乃是促使许多基督徒事工 用奖励 职位 机会吸引诱惑人 因为人多落习性 就是喜欢 获得这种奖励 职位 机会 建立某些基督徒事工 可能是合法的 其中有某些事 是神灾重的 有某些事 为成全神圣之目的 但仇敌却把那些事工 拖拉进 玷污败坏之境语 保罗说 靠圣灵入门 却靠肉体成全 加三章三节 就是这个意思 无己之雄心 是正当合一的 所谓雄心 大智 切忘 若舍己 而无自私自利 都是正当合一的 神圈石把这个因素 摆在人的结构和组成里 你派他管理 是八章六节 人里面有雄心大智切 望来管理来掌权 以成全神的目的 这是正当合一的 因为撒旦是第一个堕落者 自高自傲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之上者同等 赛十四章十四节 所以他来到伊甸园 对夏娃说 神岂是真说 一击你不必顺服 你有知识 你可向神独立 自己决定 结果亚当夏娃堕落 从那日起 人里面那个奔往 圣洁道路之雄心 大致切忘 已成全神目的 活着是基督 就受了撒 但自私自傲 自己的玷污败坏 结果雄心等于野心 全部都是围着己 而不正当 不合一 今日堕落 世人实际 只有野心为自己 绝无雄心成全神目的 当人蒙恩得救 成全神目的之雄心 就开始恢复 信徒继续卑微与神同行 灵命 增长近身 不仅脱离一切外面的 埃及世界 罪 并且脱离一切里面的 埃及世界 几 因此 万事 罪 即包括基督教之名利权位 照圣经榜样之固定制度 都看为奋土 唯要得这基督受了圣灵膏 为至宝 肥三章八节 结果活出基督 心里柔和谦卑 前述一切 仇敌及基督教所献议得奖赏 得职位 得良机 可想圣明无价值之美物 全无吸引 我说 这是西安的圣山 请注意 属灵升高之优势 乃是富有惊人之圣别的 一切具有个人利益 或贪求动机之信徒 都要经过十字架的炼镜和焚烧 由经立可知 基督徒的生命似乎有矛盾 有问题 有困难 因为一面要我们倒空 破碎 降杯 归于无有 另一方要我们努力 有雄心 如何解释 如何平衡 前者是说到我们在亚当里的旧创造 后者是说到我们在基督里的新创造 十字架是分界线 其判决 旧创造的一举一动 只配死葬 神不接纳 新创造的生活行动 与基督同复活 同生天 神接纳 所谓死葬就是倒空 破碎 降杯 归于无有 所谓复活生天 就是活出彰显基督 基督徒父有自由意志 可拣选活在基督星灶里 彰显复活生天的基督 或者拣选活在亚当旧灶里 表现最何己 新约圣经清楚指明 除拿撒勒人 耶稣自己之外 无人舍弃救灶 而活在新灶里 能与保罗相比 保罗为哥林多人 废财废利的服饰 是他们的这一切属灵的好处 但哥林多人 毁谤他诡诈 用心计牢笼 然而他写信说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不相宜的事 临前十三章四到五节 这就是说明 保罗对救灶 知己舍弃 倒空 死葬 活出彰显 心灶之父 活生天 爱 基督 活在心灶里 就是彰显属灵 升高之优势 灯宝座 掌王权 愿主赐给我们 这种专心寻求 神的荣耀之雄心 并保守我们 一直活在十字架炼镜里 灭绝一切 寻求个人 荣耀之野心 求主施恩怜悯 圣洁的雄心 达到西安与埃及世界 有分别之圣洁雄心 就是西安或属灵升高 优势之一 这件事可应用在我们一切生活工作 合适奉上 虽然我们每天都操作服饰 许多事物 但我们深处有一颗雄心 绝对与罪和极有分别 完全彰显基督 许多事物都要过去 唯有彰显基督永远长存 在教会的是 奉上我们要认识 全部圣经之道理 历史 实行 榜样 原则 解释就其本身而言 都是事物 都是次要的 但其目的 一向我们启示 并使我们彰显基督 乃是主要的 今日 我们所明白 知圣经事物 都是不能固定的 因一固定 立即限制阻碍圣灵 更高亮光 而虚减基督 更丰满之启示和彰显 一切注视圣经固定事物 或强调事物 必带尽分裂 只有专心注视基督 即时时顺从圣灵活出基督 仅仅使用某些不固定事物 才真正带尽合一 例如对其示录的解释 你可能是历史派 将来派 字面派 但他们无论怎样解释 都不能帮助你属灵生命长进 也不能扩充你基督的度量 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属灵生命增加 基督度量扩充 其实录给我们看见伟大的结局 一般羔羊的同伴站在西安山 他们实现我们蒙救赎 一级神思想之最高峰 脱离了现今邪恶的世代 迁入了神爱子的国 当勇士开始 他们达到被神使用之最高处 给予神同掌权直到永远 这般羔羊同伴生活行动之原则和特点 是对我们属灵生命有益有价值 而且吸引促使我们向前进展的 至于蝗虫的解释是不是现代的喷射机 犹太人是不是返回巴勒斯坦 重建圣殿 巴比伦大淫妇是不是一定只为天主教 这一切的事与不是都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毫无注意 也都是不重要的 我们要向保罗说我只做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即活着就是基督 肥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求主帮助我们 第四篇属灵优势之性质和动机 读经十二十四章三节 其十四章一到五 十一二十二章一到四 属灵优势之挑战 我们已经看见属灵升高之优势的整个事体和其广大的应用 但在此 我们要首先对属灵优势来质问 谁能或谁要 灯耶和华的山 以及谁对灯耶和华的山有注意 有关心 有兴趣摩 你我对灯耶和华的山 极打属灵升高之优势 真是有关心 有兴趣摩 这时再是一个挑战 在旧约以色列人生活的例证中 关于灯耶和华的山 不仅是他们的兴趣 并且是他们深处的愿望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就欢喜 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 上那里去做以色列的见证 称赞耶和华的名 十一二十二章一到四节 这段圣经就是证明 以色列登耶和华的山 完全不需要人的鼓励要求 命令劝勉的情形 乃是生存在他们里面的 伟大渴望和毕生之雄心 每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 都是渴望能登耶和华的山 神曾对摩西说一切的难盯 要一年三次 除教节 七七节 祝鹏节 朝建主耶和华 除二十三章十七节 伸十六章十六节 登西安山不是他们 必须旅行之一众刻苦事务 乃是在节期前数周 就以惊兴奋激昂地 准备这次旅行了 过了除教节 他们就准备七七节之旅行 过了七七节 他们就准备祝鹏节之旅行 他们年年生存之独 一目的就是登西安山 朝现主神 或显在主神面前 写诗篇的灵和大卫的灵 都是登西安山的灵 唯要显在主神的面前 他们每年分为三段 每段的顶点就是西安山 这是我们的挑战 近日你我已经蒙恩在基督里 成为神的以色列 加六章十六节 究竟有无发现 这伟大的渴望和雄心 一切属灵登高 而显在无限丰满之主神面前的 都是需要年年三阶段 知性味和热心去明白和经历的 如除教节 即除罪 即律法制度 七七节 即圣灵接伴主宰一切 祝鹏节 彰显活出基督 按实际经历 我们圣徒每周所复之聚会 或每季所复之特别聚会 都应该是达到属灵升高 至西安山 即借着主仆之信息或圣徒之交通 得这供应能量 使我们舍去某些旧造 圣灵主宰某些新造 因而活出某些基督之性格和美德 但实际情形 常常不是属灵之升高 而是属世界或属肉体之某些事物的谈论 因此 这个属灵升高之优势 不仅是众圣徒之挑战 更是我们有份教会侍奉之弟兄姊妹的挑战 我们在问 圣灵确实在我们里面做工 赐一伟大催促 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向上 全心奔往西安的大道魔 属灵升高是正当之雄心 以色列人登耶和华的山 他们心里具有伟大的喜乐 这里说出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 神的子民有雄心达到属灵升高之优势 乃是正当的 基督徒中坚常有人说 应当杀死灭绝魂 自我的思想 情感 意志 这是错误的 不是杀死灭绝魂 乃是就熟成圣魂 神的话清楚说 你派他管理 一级人的构成就有思想 爱好 主义来管理 原出人的魂 思想 爱好 主义 是顺服神的灵来管理的 但人受隐忧堕落 人的魂被歪曲扭折 电无败坏 一切思想 爱好 主义 就变为 以自我为动机兴趣和原则 即顺服自己做主做王 安人心理和天性 最劣等最下贱之徒 也恨恶那些劣等下贱之士 而愿成为某些尊贵有用的人 世人这种向上之心态 魂 信徒要为神做工 讨神喜悦之心态 魂 主从来不消灭 神的方法乃是救赎和成上 借着十字架捷径 一切个人的利益兴趣 扫出一切个人的动机目的 和每一件数己的因素 只等到神的着了 像基督那样心理柔和谦卑 来管制其生活和行动的人 此时这人可以掌权 可以登宝座了 请记住 乃是羔羊在宝座上 羔羊就是以柔弱依靠和温柔谦卑 来管理其生活行动之真实表号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有无这种受过纯洁精炼 分别为圣之正当 渴望和雄心 活出基督 向高扬心理柔和谦卑 若无这种正当之渴望和雄心 必是一种严肃 可怕致命的缺点或病症 有人说这是短少或不合标准之病症 有人说 这是不关心或不注意之病症 如果你我是奉主的人 也是如此 就你我必是差错的太离谱了 不错 我们一面对自己应当感到确定一无所有 另一面 我们应有一颗雄心 极神要得着我们 使他的荣耀的这称赞 服一章十二节 并且在一切事上 他要在我们里面的这荣耀 你我患这种短少和不关心之病症魔 若然 有某些是必定是错误的 而且会很深地损害你我的属灵生命 求主医治我们这致命的病症 可能我们有某些个人的喜好受到了挫折 个人的擅长受了阻碍 结果造成这种致命的病症 这都是非常凄惨的 动机受试验 是主或是解 我们要看见 在属灵生高知境界里 借着圣灵 神在我们里面所要得着的那众伟大优越 全能之彰显 完全在于我们身处的一切动机受过试验 证明全部是围着主 绝非围着己 英文说 为实魔 我们要渴望打属灵优势 想做长老 直视 使徒 为实魔 我们必须与主同行 读经有光 祷告有效 可吸引信徒跟随 为什么 我们应当付代价 事工可开展 对信徒尊敬 为实魔 我们要忍苦难 表示属灵 要得奖赏 其动机 若是我们的己 想要有所获得 就我们的渴望打属灵优势 与主同行 付出代价 忍受苦难 都是错谬无益的 你我能忍受那些 似乎是主的断然拒绝 故意轻灭魔 如果主不给你我任何刺激物 兴奋剂 或者似乎主退后站在一边 你我能继续与他同行魔 这将试验你我的动机 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向前进展 主必饿死 切断我们一切个人的兴趣利益 主不要我们天天依靠他所给的刺激物 或兴奋即来与他同行 他要我们与他同行 单纯是为他自己 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地步 看见一切有关主的是那卓绝超越之价值 我们经过试验证明 动机全是为主 绝非为己 亚伯拉罕一生受试验的简史就是这样 许多神别的仆人受试验 被抑制 无鼓励 他似乎掩面不顾 但他们都应看见神 在基督里的伟大目的 亲密与主同行并紧密与主同利 为什么我们应当继续向前 即一切动机都要得着试验 属灵优势要求属灵支持蓄力 在这属灵高升之优势境界里 我们的信服 信心 要受试验 我们的忍耐 持久性 要受试验 我们必须看现 属灵优势 乃是与家天在我们里面的忍耐 持续力崩扎固结在一起的 保罗的忍耐持续力 就是他得着了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他来得的奖赏 即忍耐持续力 非三章十四节 他一生显示了何等的忍耐持续力 今日 我们也需要这众从上面呼召 而有之忍耐持续力 保罗怎么得着 他看见了从上面来的呼召 他得着了蜀天的异象 神儿子 耶稣基督的启示 图九章五节 加一章十六节 因此 上千上万只沮丧气馁 挫折阻碍 破坏为难的广大繁多之堆 机物都不能转移摇动他 他能说 但知道圣灵 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 有捆索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面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之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围绕得着基督 图二十章二十四节 非三章八节 自然这一切都是从圣经而来的劝勉 恳求警告 但为什么要有这些劝勉呢 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件事 要我们竭力尽到完全 长大成人的地步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来六章一节 十章三十五节 你们记得这些经文之警告 乃是引自以色列民真实生活的故事 就如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怒 是叹他的时候一样 来三章七到八节 这些话不是对未得救的人 乃是对信徒说的 不可硬着心 一级信徒很容易因所遭遇之一切 苦难试炼本身 而生刚硬的心 苦毒的灵 甚至怨恨反叛 其实那些苦难试炼 都是围着信徒属灵生命发展增长的 以色列民因应着心 结果在旷野倒闭 失去迦南基业 今日在我们的生活事奉上 也经常发生这样的危机 是失败 意或得胜 是丧失基业 意或承受基业 属灵又是从 平常是误惑的我们发现 我们自己一而在 再而三地 被带进这种危机里 究竟是向前意识退后 在我们属灵生命上起 不是常常来到这种危机魔 因着主人暴虐 汗腹无礼 坐视艰困 局面纠葛 环境绝望 你已周旋多日 迟早你来到一个地步时 自己说 好了 这将发生何事 坐下去呢 或是离开 这确实是一个危机 但这危机将显明 有无绝对信服神 一个绝对信服神的信徒 必定从心灵深处 甘信乐意与基督死的形状 联合 罗六章五节 即与基督一同受苦 罗八章十七节 默默无声 学习顺从 活出基督温柔谦卑 太十一章二十九节 若是夫妻因系 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笔前三章七节 只有一种结果 天天彼此学习顺从 和协相处 若是临摄 将有两种结果 一节 神不仅叫你转变 也叫对方转变 故和协相处 二节 神安排更美工作 你可恭敬离开 这就是彼得所说 所以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比前五章六节 所以绝对顺服神 向主将自己交托神 比前二章二十三节 乃是鼠灵生高达到 优势之唯一道路 但每一次的新危机 或难关 都因信服神 而成为一个变弱的危机 一位青年弟兄经历 许多难关危机 如受同事开游 受路景恶待 受同道误解 受主人侮辱 但他学习信服神 一级舍己 所以每一次的危机 都变为更弱的危机 末了完全不受 属地环境影响 最近一位弟兄多时 为远行做工 一次出外返回 汽车被警察拖走 这是一个伤脑筋的新危机 但因幸福神 将这危机踏在脚下 再次出门返回书房浇水 但因幸福神 经历一个变弱的伤脑筋危机 第三次出门 驾一辆刚买新车返回 在路上被另辆汽车背后撞上 但因幸福神 经历一个更变弱 几乎是不脑筋的危机 所以我们一次过一次的经历不同 却变弱的危险 其原因就是我们绝对信服神 或彻底无条件的奉献 达到这种的信托神 就不论环境 怎样恶劣 都不影响我们与主向前同行 这就是实际经历的属灵升高之优势 所谓登耶和华的山 并不是爬地上什么物质的山 乃是每天所要经历的事 当早晨醒来 听见吵杂怨言之声音 接着看见冷应愤怒之面孔 然后一日之内发生了千百件 使你沮丧气馁 受挫退后的是 你我是受他们的影响 现在他们之下呢 一是不受他们的影响 反而把他们踏在脚下 并且甘愿与主同行一直到底 这实在是我们的挑战 当初以利亚兽也许别追杀 起来逃命 后进入一个洞 神问他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网上十九章九节 今日当我们陷落 淹没在世事之下时 神也同样地问我们 你在这里做什么 此时我们应当 信服神经力属灵的升高 将一切所遭遇之时 都踏在脚下 与主同行 与主同坐宝座 属灵身高之动机 服侍从神的话知 岂是可知 属灵身高之动机 就是服侍或是凤 圣经是一本属灵原则的书 在神的话语中 宝座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服侍或是凤 以约瑟为例 这里有一个人 经过极深的管教训练 挫折沮丧 失望遗弃 寂寞孤独 以及各样患难栽殃 但末了登上宝座 可以说 约瑟乃是在道德行为 和属灵经历上攀登到宝座的 他不是公务晋升 也不是偶然之幸运 神的眼睛在暗中查看 而且试验他 耶和华的话试炼他 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十一百零五章十九节 当试炼完成 他被试放并在埃及 做了宰相 做宰相的目的是围着什么 他的故事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服侍 是凤 不需代价地给 给给 创四十二章二十五节 请听他对哥哥们所讲的话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创五十章二十节 今日我们经历苦难时炼灾央 将为要我们信服神攀登鼠灵升高之优势 以便在需要的日子 白白供应鼠灵的真凉 基督和其丰满 关于大魏的势力也是如此 他从卑微的处境开始 先目放他父亲的几只羊 因是父的羊特别忠心 撒上十七章十三节 章二十八节 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但神察看他的心 经过严厉的试验 最后登上宝座 他经历了何等的灰心沮丧 挫折失望 颠倒退步 在扫罗年间多么 使他心碎悲痛 他被追捕 被驱逐 被追踪 被寻锁太多难关 很容易使他感叹说 算了 不值得 我还是回家 放我那几只县城的羊 过个人安安静静的生活 好了 但大魏没有退后 仍继续向前 他看见神永远目的 神的选民是坐手不坐尾 但居上不居下 所以末了他登上宝座 后来保罗也引证说 大魏是和神心意的人 图十三章二十二节 以及大魏属灵历史之发展 乃是里面的 他登上宝座的意义 是什么呢 不是为他个人的利雄心 乃是围着神子民的美善 利益 财富 丰满 以色列的历史顶峰就是在大魏做王和他儿子所罗门前段做王之时期 当时的国界范围最广大 一切仇敌都臣服 简言之 登宝座代表经常的侍奉为神子民谋福祉 新约圣经更清楚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升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摩 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福四章八到十一节 一级主耶稣 登宝座乃是围着将恩赐赏给人 他先降到地的最低处 然后远生诸天之上 坐神宝座右边 将使徒 先知恩赐赏给人 这是属灵升高 使人得供应 得益处之神圣永远的法子 圣经满了这个原则 如他向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是奉他 坐宝座的要用账目 复辟他们 其七章十四到十五节 从患难式炼出来 身高 极有侍奉 这是神圣的定律 关于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相当清楚的知道 属灵的身高必带尽 真实可用的服饰 如果一个弟兄或姊妹 一天到晚都在属灵的下沉 烦躁气愤 怨言 潦倒光景中 就不能给主任何的侍奉 只有天天在苦难试炼中 学习顺从 而有属灵升高 将愁敌踏在我们脚下 我们才能给主真实的侍奉 今日我们的侍奉 乃是供应生命的侍奉 急供应付活生命 升天生命 虽然我们也传讲一些真理 道理 言语 教导 思想 观念 但都是引人进入 复活升天的圣生命 活出基督丰满 当我们聚在一起 交通我们个人 所学习主生命的某些增长近身 岂不是感到属灵的升高 和属天的满足膜 所以属灵升高之优势 是侍奉之秘诀 属灵优势 恒常受到攻击 仇敌一切残害攻击之焦点 就是信徒的这个属灵升高之优势 为什么神的子民 常常落在仇敌所造某些局面之下 为什么基督徒的工人 常常争吵 意见不合 不满不平 为什么某重镜欲领导 不再可能与某某人同工同行 自然这是我们的羞耻 但也确实是我们基督徒工作之悲哀故事 唯是莫仇敌用树不尽的方法 和计策陷害神的子民 简单言之 剥夺他们向着主的用处 终止他们向着主的侍奉 并且为死亡开道路 来反对生命的大能 我们应当知道 我们给主的用处是非常实际的 并且常常根据与我们 在人面前实在世与主同行 卑微自己 脱去架子 如官架子 老板架子 阔太太架子 柔和谦卑 承认有错 虽然无错 但站在会错的地位上 给人服饰 如主给门徒洗脚 供应神圣生命 这是实际的前进上西安 这不仅仅是诗词歌赋 美上观念 乃是每日在许多细小琐事上 活出基督 请注意 任何细小琐事 若限制给主使用都是大事 是放神大能生命供应需要的人 是多么重要伟大的事 哦 我们看事情应有属天的眼光 我们的动因主旨必须够大 所遭遇之事故 并非仅仅是属人性 属自然之事间通常事故 乃是有光阔大神永远目的 和旨意之争论的 仇敌非常了解这些事 不要以为这些琐事 是仇敌所不注意的 不 他注意每一件大事和小事 可能借着同事说了一句 疏忽无心的话 叫你烦恼慌乱 做我不安 因而灵命下沉 停止聚会侍奉 仇敌使用千百件琐事 达到他的目的 剥夺你我在主面前的用处 停止你我给主的侍奉 鼠灵声高达到优势之鼓励和动因 就是侍奉 就是为主使用 今日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都已经获得基督升天所赐下的 这个鼠灵声高达优势之生命 但神尊重我们的拣选 只有那些甘心乐意拣选 天天学习舍己 跟随羔羊的教宗 为犯罪 无鬼诈 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话 只将自己交托神笔前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而行动生活的人 才能实际活出这升天生命 所以一切拣选与基督升天联合的人 都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达到完全 长大成人乃五章八到九节 而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的人 福二章六节 求主将这些话写在我们心里 我们必须确认 属天生高达优势 即与基督升天联合 乃是主在丰满里表现他自己 所以这件事是特别重要 我们应当格外重视圣经中的西安 就是属灵的丰满 第五篇 与基督升天联合 读经 谁要登山 众之派上那里去做以色列的一个 见证师二十四章三节 启示四章一到五 十一二十二章二到四节 启示录的圆轮图表关于属灵的身高 可用四层圆轮来表示 最里面第一层圆轮代表西安 其中心是主耶稣被高举 得荣耀 第二层圆轮代表十四万四千 在属灵上是最接近主耶稣的代表同伴 与高阳基督同占西安山 第三层圆轮代表整体的宇宙教会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预表 第四层圆轮代表宇宙最外面之边缘境界四周的列国 从中心到边缘有许多浮条 这些浮条从中心经过十四万四千 经过整体宇宙教会 末了达到边缘 行在光中之列国 这些浮条代表基督被高举 对荣耀的特色和特征 经过各层圆轮时 都显出不同之反应和表现 在说到某些浮条之前 我们先看这中心的事 就广泛领悟 这宇宙的中心正是说出 基督和他子民绝对属灵生高具优势之地位 他们达到这地位 乃是由于自愿跟隋高阳的度量 多受管教训练 多的属灵精力 他们那众受管训而生高达优势之灵 产生伟大惊人之价值 影响周围广阔个层的人 神的话语完全清楚地指明 这是未来宇宙的新等次 新秩序 其实路读一给我们看见这幅圆轮图表 你开始看见主耶稣的荣耀 威严权柄 他那高声和正义之统治 然后你看见一些代表的同伴 十二乘十二的一千倍 疾风满受管训之子民 与高阳基督同坐宝座 同掌王权 再后你看见整个教会 及耶路撒冷和十二支派之居民所预表的 有数不过来的人 在宝座前侍奉 以上三层圆轮乃是说明圣城 新耶路撒冷 最后你看见列国行在城的光州 亚洲 欧洲 非洲所预表的 这是启示录的圆轮图表 但全部圣经都是沿着这个图表 有所解明 与基督升天联合引进新秩序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 属灵生高达优势这件事 我们曾说过 达到这种属灵的优势 乃是根据于我们与基督升天的联合 按旧约预表来说 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 上那里去做以色列的一个见证 这经出自摩西的《出埃及记》和《生命记》 说到神子民中的南丁 有立登山者 一年三次上西安山朝献神 申十六章十六节 其原则就是向上登山 诗篇那些上行之师 就是指众支派上西安山朝献神 在登山时所唱的诗 他们上那里去 其目的乃是围着做整个以色列的一个见证 今日我们基督徒在实际之属灵 表现上应认真这件事 心中想往属灵生高达优势 围着做全教会的一个见证 以及高阳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他的基督徒 与高阳同站西安山 与基督升天联合 乃是围着做全教会的一个见证 然而大体神的子民都是迟钝缓慢的确认主耶稣升天的重大意义 他们所认识的不过是一个日子或一个节期 充其量认为是一个可纪念之惊奇的事实 主耶稣已经升天 现在仍在那里 但有少数基督徒认识的更多 他们确实强烈的看见了主耶稣升天的伟大意义 及他升天的事实转变了新时代整个的性质和特征 并且从那时开始 一节引进了一个对事物全然新的等次和秩序 二节信时代出于神的每一件事都是从天而来 是属天的等次和秩序 一级基督徒的开始是由圣灵而生 增长是受圣灵引导和管训 达到成人是受圣灵高 一举移动皆由圣灵管训受圣灵高而彰显活出基督 一切事物甚至圣经事物之本身 皆次要可改变调整的 唯有彰显活出基督 如圣洁 公义 慈爱 柔和谦卑 受苦牺牲 默默无声 是主要 不变 永远的 这就是属天的等次和秩序 今日各处教会有意悲哀之事 及其核心信徒 没有看见主 升天这个唯一重大之事 新时代 是属天的等次和秩序 即彰显活出基督 因为如果他们确定看见 他们就不会 一节 围着一些属地物质 暂时之利益权位来争 来变 来表白 二节 建立一些按圣经榜样形之固定制度 和形式之属地社团明目教会 自然教会立使对这种巨大危机 都是逐渐形成 到康士坦丁时 教会已完全属地和世界化了 这是魔鬼经常所做的工作 使教会成为一个属地的组织 机关 社团 有名称 头衔 职位 薪金 奖励 固定道理 实行法规之每一件事 给世界有印象 给世界之承认之暂时的东西 结果所谓的 教会无神圣生命 无属天权能 无活处基督 及荣耀离去了 在我们所处的今日 许多情形更是这样 属地 属世界 一对夫妇从国外来探访 某基督团体 开头接待时 非常热心周到 开车到处参观 当离开时 得知该对夫妇要再访问 另一基督徒团体 他们不喜悦 不仅不送机场 连城机场 指公共车站 也不指名 随便指一车站要他们去等 等了多时不见车来 该对夫妇道告主 求主帮助 随即有一美国本地人 驾车经过 打招呼 问名缘由 一看飞机将要起飞 立刻轻送该对夫妇道 机场登机处 这是说明什么 一面说明神的恩典和怜悯 另一面说明宗派的罪恶 我们不愿意提说这些事 但围着指明 信徒与基督升天联合 超过一切属地暂时的 是多么的重要 请不要忘记主的话 基督徒是地上 不是宗派的言 是世界 不是宗派的光 主耶稣升天的伟大意义 许多信徒都逝去了 今日你我只有不可硬着心 来三章十五节 无论是生 顺境 是死 逆境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非一章二十节 才能达到属灵升高之优势 而实际表现 与基督升天的联合 完全站在属灵另外世界之力场上 此外 在新约圣经里 使徒们和神的教会提到属灵的升高 特别指着主耶稣东宝座 及王位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 以及耶稣是万有的主 图十章三十六节 他在凡事上做主 信徒如何达到属灵升高之优势 只有在凡事上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让耶稣真实做主 升高就是一梯一梯的向上改换地位或立场 如耶稣做主 攀高一梯脱去罪恶 再高一梯脱去世界 再高一梯脱去自己 再高一梯脱去律法制度 主耶稣也是一梯一梯的升高 既说升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 地的最低处 摩 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福四章九节 彼得说 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图二章三十三节 一节主耶稣 神的羔羊已完成救赎 被高举天上在神的右边 预备了蜀天救恩大宴席又赐下圣灵 在这新约时代中 一节叫一切自愿幸福者都得永生 即基督自己约三章三十六节成为信徒 二节又叫一切自愿幸福圣灵管训 让耶稣实际做主 自己不再做主 知信徒在时间里经历一梯一梯的攀高 最后经历与主同坐宝座 极弱和他一同受苦 必和他一同的荣耀 罗八章十七节 七三章二十一节 这就是新时代的等次和秩序 灵生 灵智 灵高 活出基督 教会与基督升天的联合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 不仅基督占有属天地位 并且教会也占有属天地位 因基督和教会是一体的 他是神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 来一张三节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福二章六节 所以基督是属天的 教会也是属天的 属天就是属灵 主耶稣从天降下 在地上 仍旧在天 约三章十三节 一集在天属天 在地是属灵 如由大迈他害他 他却为由大洗脚 称由大为朋友 原文是爱的意思 太二十六章五十节 这就是属灵 也就是属天 保罗在罗马被求 有人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结党 意思要加增保罗捆索的苦楚 但保罗属灵属天 不被这些属地属世界的事摸着 反而说 这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无论怎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肥一章十八节 以色列的南丁 视为全民的一个 见证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件事 众之派上那里去 乃是围着以色列的一个见证 当时以色列的南丁 刚强有力者 一年三次上西安山 朝献神 这是例行之事 他们虽然不明白其永远意义 但他们却履行了重大之属灵原则 神对他子民灵命的丰满 只有在高处才能获得 以色列国民之生命顶峰 就是上西安山 他们成就实行了这个属灵原则 属灵身高之优势 乃是生命丰满之神圣定律 众之派上那里去 使为时魔 围着以色列的一个见证 这是何意 一级不是全民上那里去 乃是南丁座代表上那里去 陷在主宰面前 但这代表的同伴 是围着全以色列的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是什么 他们在山上所得着的 一切恩责利福祉 都是围着全以色列家 这是预表 按属灵实际也是这样 历代除了那些羔羊 无论往哪里去 都跟随他之羔羊的同伴 大体神的子民 都是不愿意登属灵的西安山 站在属天地位 活出属天生命 许多基督徒仍是活在属地属 世界之水平或境界里 神不勉强人 只及圣灵爱的护照 感动和劝勉 将身体 包括灵 魂 体三方面 线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众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可察验和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灿罗十二章一到二节 今日我们蒙恩站在属天地位 活出属天生命 并不是与地或与世界隔离 乃是不受地和世界的影响和捆绑 一切登上属灵的西安山者 都是让主耶稣 在凡事上居守卫者 以及地上所经历的大小每一件事 自己不再居守卫 完全顺服 结果 他们都像保罗 活着就是基督 柔和谦卑 这样的信徒 确实能给人代替恩责利益福祉 并实现神风满心意 现在我们来看一年三次 上西安山之恶要属灵异役 第一次是除教节 指明以色列从埃及德蒙拯救 第二次是出书节 指明神子民生命的增长 第三次是收割节 指明神子民的生命达到成熟 以色列的南丁到那里去过节 返回时 带下什么见证呢 伟大救赎的见证 第一他们要说我们在那里有一个荣耀伟大愉快的时间 是有关我们的救赎的 我们回来一直站满了神的救赎 其伟大庄严 其奇妙惊叹 其华美红壮 其永远新鲜时飞话语所能形容 我们带给你们的 就是主拯救我们不仅免去死亡 并且脱离埃及捆绑 叫我们的心和灵德以新鲜健壮 他们在那里曾看见他们的大君王 也看见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和神的殿 所以感到所承受之救恩是何等奇妙伟大 今日当我们更多看见主耶稣 更多的这神儿子的启示 我们也要惊叹感佩所承受救恩之奇妙和伟大 使徒说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的真体约一三章二节 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看见主 就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灵后三章十八节 这就是说明救恩之奇妙伟大 向他变成主的形状 不是建立基督教之千百件事工或活动 乃是彰显活出基督温柔谦卑圣儿子的模样 在葛处这般活着向他 变成主形状之圣徒 乃是神的杰作及教会或基督的身体 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的愈多 我们就愈惊讶感叹 我们由上面所得的护照 神从创世之前在基督离间选我们 把我们模成基督的模样 使我们成为统治未来世界的一座 庄严属灵建筑大厦之一部分 借着团体的基督作神行政之中心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这种上面来的护照的 却不是一件小事 他们每年上那里看见了大君王 看见了圣殿 回到个处去 就供应说太奇妙惊人 而且是永远寄增的奇妙惊人 于是神的众百姓都得新鲜意向而升高 今日我们看建筑耶稣 看见灵宫 也是如此 太奇妙 太惊人 这就是围着全教会的一个见证 上西安山乃是出代价的事 但我们中间若有人啃出代价 围着供应身陷低落生命之基督徒 达到更高灵命水平 乃是一件非常重大之事 虽然我们无人完满地认识经历基督 个人基督和团体基督 但我们可一时过一时地更多认识他病 经历其更丰富之意 保罗就是这样 他开头以认识基督 图九章五节 三十年经历苦难和牺牲之后 他仍说使我认识基督 肥三章十节 西安山上羔羊的同伴就是出代价 受苦和牺牲 围着供应全民属灵生命之增长而有的见证 末了 他们觉得这是最有价值之事 借着看见大君王和神家之风满起事 他们认识了救赎之伟大 神持续工作的见证 第二是初熟节 又要首收歌节 所收的是你田间所重劳路得来 初熟之物 初二十三章十六节 以及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做了功 现在仍然戒烈日造风 继续做功 比达成熟 保罗说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肥一章六节 就是这个意思 不仅好多年前 他们得救认识了主 并且时时与他同行 脱离罪恶 世界 肉体 自己 属地基督教制度 莫了进入他丰满荣耀 他们不仅讲说一些道理原则 更是将他们如何与主同行 如何蒙光照脱离某件具体罪恶 某种具体世界 某个血气肉体 某种隐藏自己 某些具体基督制度等等之经历 实际见证出来 因此 许多信徒不仅头脑明白 并且得着一条路可以进入学习 而实际行在其间 这是高阳同伴上西安山之第二面见证 神持续的工作 高阳同伴在人看 似乎无名无利无权位 如保罗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神的庸人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 患难 穷乏 困苦 鞭打 奸进 扰乱 勤劳 警醒 不识 廉洁 知识 恒忍 恩慈 圣灵的感化 无伪的爱心 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仁义的兵器 在左在右 荣耀羞辱 恶名美名 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 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 却是不治丧命的 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的 灵后六章 四到十节 今日各畜神的子民 都需要这样做代表的同伴 我再说 这些做代表的同伴 所以有多量服侍别人 都因他们 自愿与主同行 并付一切的代价 初书节又称五勋节 五勋节 似乎曾经是一个 包含性之龙统节 他向后看 殆尽旧熟之伟大 说出 借着羔羊血之大能 为神从世界 是放一足子民 他向前看 显示陈列那丰满荣耀之 收割顶峰 有使徒行传可知 即逼迫之烈火 他立刻带尽出熟果 如同提反和其同伴 图七章五十九节到六十节 十一章十九节 表现升天时计 彰显属灵优势 完全像他 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图七章六十节 他与高阳同战西安山 我已经历我的君 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 十二章六节 历代神都得着了 像司提反这样 绝对属天属灵的见证人 今日神在各处 正在继续的着 达荣耀极点之见证 第三 是收割节 又撑住彭节 一 一起该节将田地的一切出产 古物 酒和油收集进仓 这节说出达到荣耀之极点 见证主 在他最终之丰收里 围着他的子民 从天降临 他的子民 开头从埃及捆绑中 得拯救 得释放 然后经过增长达成熟 之过程 最后得着荣耀的冠冕 高阳和其同伴 站在西安山 在经历上 就是指名达到属灵优势 表现了荣耀极点之见证 历代许多信徒领袖 江主的降临 紧紧解释成各种不同之时 地 预想将要发生之客观的事 其实主的降临于我们天天增长 荣上加荣 转变向祂是有关系的 而且是我们生命中主观的事 圣灵就是主耶稣升天 被高举化身而来 在我们里面做见证 促使我们天天升高 迎接达到极点时 就是伟大的收割节 众之派上那里去 乃是围着以色列的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不是一套 一套有关主降临的理论或解释 乃是我们在各样环境 人 事物上 实时信服神的管训 而与 基督升天联合 生活行动 都是彰显属灵的优越 并且表现活的基督 今日 在各畜神的子民都需要这众语 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代表 同伴来供应来服侍 当初以色列的南丁并非从他们所住之不同的区 城市 乡村 一跃就跳到西安山 他们乃是一步一步的上到那里 今日也是如此 这条鼠灵声高达优势之大道 乃是我们一步一步向上奔走的 如果我们取巧是一步登天 其结果不久必定气馁沮丧 犹如信徒迷信 圣灵浇灌一次 就完全熟悉 不需要十字架炼镜 也不需要舍己 一样 请听高扬同伴保罗的话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 自我做主的人 虽然毁坏 内心 基督做主之人 却一天心似一天 我们这只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现的是暂时的 所不现的是永远的 灵后四章七到十八节 一级我们与主同行 实时将一切 至赞至轻之苦楚 都视为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之荣耀 若然 其极点 极尽入荣耀 第六篇西安山的圣节 读经诗二十四章三节五 起十四章一到五 鼠灵声高胜过某些事 我们已看过鼠灵声高之数方面 现在来看鼠灵声高 究竟高过些什么 由圣经开始一直到末了都显示神的子民需要鼠灵的升高 其意义就是神子民知鼠灵生命超过 高过或胜过某些事物 否则鼠灵声高毫无益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 几乎每小时都会发生某些事 使我们下沉沮丧 除非知道如何升高超越何的圣 那些事总是逼压求见 我们在下面 这是我们生活的特征 有三件事 第一 鼠灵声高胜过仇敌 在我们自己身外 有一个黑暗势力之巨大境界 经常设法要把我们打倒 千方百计 使我们下沉沮丧 现在下面 第二 鼠灵声高胜过我们的魂生命 在我们的魂生命 思想 爱好 主张 理 有某些事可能给出敌流地补 是反对抵抗我们鼠灵声高的 经中所谓的试探 就是指明我们里面有某些事 是响应仇敌 回答仇敌的 如果我们里面对仇敌毫无响应 毫无回答 就不可能有试探 胜过魂生命是身内主观的 胜过仇敌是身外客观的 因此 鼠灵声高是先对付胜过我们里面的魂 思想 爱好 主张 然后对付胜过外界之仇敌 第三 幸福神 活出鼠天能力 鼠灵声高完全根据于我们在一切遭遇里 信服神 活出鼠天能力 一级不论环境多么恶劣 遭遇知识多么无理 但都是绝对信服神 交托神 故彰显鼠天能力 这鼠天能力就是神像 我们信服的人所显的浩大能力 一级神教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大能 福一章 十九到二十一 图二章二十四节 罗一章四节 主耶稣的经历就是如此 他无罪却被骂 他无鬼诈却受害 然而他信服神 交托神 活出鼠天能力 顾不还口 不说威吓的话 笔前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今日我们在鼠灵生命上升高 也是这样 绝对信服神 极万事效力 唯把我们模成神儿子的模样 活出鼠天能力 极基督复活大能 首先是胜过自我之一切理由 然后是践踏仇敌在脚下 一位办公弟兄受顾客无礼谩骂 该弟兄信服交托神 活出基督复活大能 不仅默默无声 舍己 并且对顾客说 我爱你 彰显基督 这就是鼠灵的升高 我们曾说 上西安山乃是一个旅程 是我们每天一步一步 一件一件学习基督 福四章二十节而达到的 西安乃指张贤鼠灵能力之处 西安乃是指着张贤鼠灵能力 或复活大能之处 我们曾说过 西安的意义就是堡垒 旧约征服迦南的最高峰就是西安 大魏实现王权之最高点的见证 就是西安大魏城 说明彰显出勋功 胜利 高升 权能 所以西安变成神子民表现基督王权 即凡是基督绝对做主 并彰显他复活大能之相指 换言之 西安也就是神的国之意义的具体表现 我们记得 重生就是见神的国 人若不从上投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约三章三节 神掌权的范围更是一种样式 性质 权能 胜过一切别的权柄和能力 经中说 国度 权柄 和天下诸国的大权 必赐给之高者的圣民 他的国是永远的 一切掌权的都必是奉他 顺从他 但七章二十七节 所以神的国乃是属灵的事 近人把神的国弄成属地的事 开展神的国就是在各处建立基督教的组织机构等事 其十神的国是很深而具有大能的事 是不能震动的国 来十二章二十八节 这是西安所象征的 借的圣而升高 具有属灵复活的大能 圣洁是属灵能力之根 积水 能登耶和华的山 就是守洁心清 不向虚妄 岂是不怀鬼诈的人 十二十四章四节 我已经历我的君在西安 我的圣山上了 十二章六节 一级圣洁乃是活出彰显属灵能力之根基 如果我们生活行动不圣洁 我们就不能彰显出属灵的大能 许多信徒以为属灵能力或复活大能 是神额外的赋予 是神特别给的 有人说 你若接受圣灵的剑 你就得这属灵的大能 可做许多的事 其实不是事 乃是人 你们要得这能力 当圣灵临到你们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 原文受难者 及跟随高养者图一章八节 圣灵临到我们 及圣灵在我们里面绝对做主 我们就得这能力 由里到外 由中心到圆周 都是活出基督 彰显基督 把那位是公义 圣洁 慈爱 温柔 谦卑 受苦 忍耐的基督 活活地见证表现出来 仇敌的能力就是叫人不义 不胜 怨恨 刚硬 骄傲 惧苦 暴躁圣灵本性之能力 就是胜过仇敌的能力 当初五旬 结信图得着圣灵 让圣灵绝对做主 所表现的能力 就是公义 圣洁的能力 你们记得 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 就是因不圣洁 受了圣灵的审判 图五章 一到十一节 行传好多事例都是如此 由行传开始直到今日 二千年来的丰富历史 你立刻看见仇敌广 大破坏智能力工具和计策 就是使人腐败邪恶 并引进某些污秽不胜节的事 这就是人类的历史 当初神造人 就是派他管理神手所造的 使万物都浮在他的脚下 十八章六节 但这目的 以明确地被仇敌 用污秽不胜节来还击 反对 结果全人类都陷在他的轨迹里而堕落 仇敌不需要用外界的军队来攻击 他乃是暗暗地引进不圣节 就叫整个的国家碎裂败坏 以色列国和万国都是如此 巴兰的故事 说明仇敌不能用正面明显的 咒诅来破坏神的子 但他能极隐藏的败偶像 核心淫乱的不圣节粉碎他们 蔡明章二十二到二十四 谜六章五节 其二章十四节 神的子民在万民中是坐手不坐尾 但居上不居下的 神未见雅各恶中有罪孽 也未见以色列有奸恶 因为在神的眼光中 他们都围绕着惠幕安影 以及他们生活行动都是以基督为中心 不是以自己为中心 全然信服主 也是如此 但他却隐藏的用拜偶像 代替基督的事物 如以基督教千百件 施工活动为目标或目的 合行奸隐 与世界妥协调和 如谄媚有前有侍者 用计策手腕侍奉 排除清晰爱主者 这些不圣节的东西 来粉碎神的子民 有某角度来看约伯 也是这样 约伯站在他外表行为 或律法之意的立场 可以说是无过失的 当撒旦被允许攻击 他自己之意时 是他未曾认识的 自意就撒旦获得能力之地场 当他离弃他的自意 站在幸福之意的立场时 他说 因此我厌恶自己 或做我的言语 在尘土和卢徽中懊悔 博四十二章六节 因着他完全信服主 撒旦的势力立刻退去 撒旦开头多次显露 但莫了他全然消美 约伯仙站在一个新地位上 属灵绝对身高 超过朋友 环境 自己 魔鬼 这新地位不是自己的意义 乃是另外一位的意义 他从前呼求听诵者 仲裁人 辩护士 现在唯一答应他需要者 就是主耶稣 今日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你我凡事全然信服主 不再信服自己 信服自己就是不圣洁 而属灵升高 其结果 仇敌退位消美 就约莫了大祭司 约书亚来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 与他作对 亚三章一截 大祭司 约书亚代表 以色列全民 他穿污秽的衣服 一级不圣洁 所以撒旦站在他的右边 与他作对 神的子民 不圣洁就在仇敌面前 软弱无力 约书亚不仅脱去乌衣 并且穿上华美的衣服 将捷径的冠冕戴在头上 经上说 神则被撒 但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模 一级神子民脱去不结 穿上基督 新白衣 使就戴进撒旦受谴责 换言之 撒旦的权能完全建立在不圣洁上面 属灵升高胜过撒旦 乃是在于你我生活行动 都是圣洁的 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以色列的历史光景如何 就要看祭司的光景如何 如祭司以利眼目昏花 看不分明 他两个儿子做祭司行恶 不认识神 当时祭司普遍光景不圣洁 结果 以色列民全然失败 并被掠夺 这是一幅可悲惨之境地 祭司执任是整个局面之钥匙 祭司约书亚和以利就是证明 何谓祭司执任 其意义是什么 祭司执任就是把罪恶和腐败移除 这是他们生活的圣的秘诀 祭司的生命和生活 就是神子民的生命和生活 哪里有腐败 哪里就无生命 哪里有不圣洁 哪里就无神的能力 新约启示录说到亚西亚的众教会 因为有某些事是神所责备的 故其结局无助无能和失败 有一个词的圣的 这是圣灵向众教会的护照 所谓的圣的就是 胜过一切属乎罪恶和不圣洁 因此活出属灵的能力 彰显主父活大能 胜过仇敌 其真实之根基就是移除罪恶 弃绝不圣洁 自私自利支店无经中 有这样的话圣物的罪面 除二十八章三十八节 中文译为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 这是何意 简言之 在许多圣洁事物之境界 礼仇敌经常夹杂某些妥协 调和之成分混在其中 就如爱 真实之爱是圣物 但仇敌加杂宗派之私利在其中 只爱那些同宗派的人 如前篇所说一对夫妻 遭受宗派冷落之光景一样 结果变成罪孽 犹如雄心 渴望和热心是圣物 神造我们不是虫 一天到晚都在泥土里滚 神造我们是可以向前行 鼠灵的解释 就是要我们立起 登高 达到某地 完成某重地 所以使徒说 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 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飞三章十二到十三节 这种雄心 渴望确实是圣物 但你有无法献仇敌千连某些事 在其中 因而变成罪孽 一有己的因素 占有 贪的 独断 善权 想统治一切的玷污和错缪 有雄心向前传福音 以成全神的目的之名义 却掺进仇敌善权 想统治别人的事 就变成罪孽了 今日基督教的光景如何呢 我们不需要举例 犹如温柔是圣物 但变成夸耀 就是罪恶 神的荣耀是圣物 但变成我们的光荣 就是罪恶 圣物的罪孽 请记得 当你我接近最圣洁之物时 就是你我接近最危险之时 撒旦深奥之事 正隐握在神莫测 最深事之旁边 神资给我们某些属灵恩赐 是圣物 但仇敌殆尽某些不圣洁 私利 的是 使圣物变为罪孽 如传福音 就成属地 利己之企业 禁食和祷告 变成利己之标榜 方言和神医 就成利己之秀 演戏 是奉神 就成己之世界职业 真是说不胜说 这都是仇敌 将圣物变质 成为罪孽 主永远不称义 这些不圣洁之事工 主啊 我们不是 挤你的名传道 挤你的敏感鬼 挤你的明星许 多亿能魔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不法的人 离开我去罢 太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原意 一级围着私利 即利用 主明传道 赶鬼 行义能 乃是不法之事 只有 在主明里 与主联合 以主为中心 活出基督的 传道 赶鬼 行义能 才是合法的 要自己 不要主的 自然应离开主而去 以亚伯拉罕为例 神将以撒当做恩赐给他 完全是除乎神 而且是纯洁的 是圣物 但神说把以撒献为凡戒 这将发生石魔事 亚伯拉罕现在面临一件 非常危险的事 可能把圣物变成罪孽 但他信夫神 无私利 清早起来 就带以撒上山献祭 后来以撒成为 千万倍之永远圣洁立场 亚伯拉罕受试验 全然信服神 围着神 无一件事围着自己 这是圣洁的立场 今日你我在圣洁之立场上 实时受试验 受敌对 受攻击 为我们个人的利益之能力的 可能我们的口 都会一再地强调圣物 但我们的心 仍然以自我 不圣洁 为中心 以致掠夺一切真实的属灵价值 丘主彻底就把我们 与地接触之玷污 我们在说 所谓不圣的事 不一定是世界认为是罪恶的事 当我们提说不圣之事时 我们的思想立刻想到污秽 败坏 邪恶等等的事 其实不圣有更深的意义 与的接触 效法的或世界 的样式 随从世界的风俗 采用世界的法则 都是不圣之事 今日 我们乃是活在受咒诅之地 和世界里就造的每一件事 都在咒诅之下 就如世人求学做事 头衔地位上升欲高 就愉快陷进自满 自傲 此事 自意之咒诅中而毁坏他这个人 有人倡导新世界 新秩序 请记得旧造生命 不能活出新世界 新秩序 只有在基督里的新创造 新生命 才能活出新世界 新秩序 在基督里的新创造 有三阶段 张一节 由圣灵而生 得心生命 张二节 由圣灵受管训 新生命增长 张三节 由圣灵受高 一举一动 完全活出基督 由圣灵而生之信徒一生 都在圣灵的学校中 学习基督 福祀章二十节 按经历 信徒跟随圣灵脱离那些 与地接触不胜之事 开头多是有关罪恶败坏的 如凶杀 奸隐 咒骂 毁谤参罗一章 二十九到三十一 可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 临前六章 九到十 加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然后是有关适风世俗的 如寿属世生日 节期 年份 盖造 装饰 荣华 名利 权位 学问的捆绑 参阅一二章 十六节 来 十一章 二十四到二十七 陆十七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 笔前三章 三节 太四章 八节 起十八章 十二到十三 图十七章 二十二节 再后是有关血迹肉体的 如仇恨 恼怒 贪婪 阴毒 嫉妒 狂傲 结党 纷争皮性 加五章 二十节 再后是有关自我属魂的 如狭窄 偏颇 冲动 多疑 显阳 变白 守万箭 踏习性 曾歌九章 三十八节 陈前四章 六节 太二十六章 五十一节 太六章 一到三 陈后十章 五节 一章 十二节 陈前十二章 二十一节 再后是有关基督教制度传统的如物质化 由太化的基督教圣殿礼拜堂祭司主教牧师安息日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受歌礼会众受经会员参王上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 再后是有关属灵事物之律法主义的如同圣经属灵事物之基督教有关救恩信徒生活恩赐执事教会事物限制圣灵之固定信条法则参王上二章四节到五节 章十五节十八 亚四章六节 这些与的接触之不胜事物都是阻碍 限制属灵向上达基督丰满的 信徒只有跟随圣灵一步一步最终脱离属灵事物之律法主义者才能丰满活出基督 神圣大爱柔和谦卑不再定罪审判别人 虽然他们自己因彻底投降圣灵 不被允许采用和跟随今日基督教的许多做法原则和样式 但他们却非常尊重神所使用之千百工具和器皿 这般信徒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他之羔羊的同伴 他们顺服圣灵 确实是走孤单的道路 在属灵上是孤寂的 今日我们在这首咒诅之世界里 若自愿接触上述那些该脱离的不胜之事 我们就要受到玷污 这不是说我们必须与世界隔离 不做世界的事 若然就如保罗所说 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灵前五章九道尸节 这不是我们的论点 问题是我们都有道德方面和属灵方面之自由意志拣选 我们是自愿拣选那些不胜之事呢 亦是自愿不拣选那些不胜之事 神无意要我们去干涉反对打击世界那些不胜之事 但神要我们不接触那些不胜之事 因为我们一接触 我们就陷进死亡 而失去属灵地位 能力 优势 喜乐 和谐 安息 请注意 我们的灵接触死亡就是接触罪孽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 因此 主必须在我们过红海 第一段石架之分别 脱离罪的捆绑 并且带领我们过约淡河 第二段石架的分别 脱离己的捆绑 在此特别围着是奉主的人说几句话 这是我们主要受属灵教育的境界 你我在神的事情上是负责的奴仆 在属灵的地位 能力上经常受到反对攻击 例如 你我名义上服侍主已六十年 七十年 中间有许多可纪念之事 要不要在信徒中宣扬 庆祝一番 仇敌暗中也建议给主一点荣耀 不要完全彰显自己 每一段的庆祝都加上这是主的荣耀 你我要拣选 这种给主荣耀的是凤魔 信徒喜欢效法 世界样式 高龄庆祝 生日庆祝 生儿庆祝 盖心房庆祝 你我是负责任的神仆 要如何决定 有人说 你若没有这样庆祝 信徒就都跑掉了 今日基督教与世界各重样式调和 其结果失去属灵能力 属天地位 变成宗教社团了 但各出羔羊的同伴却不是这样 他们不怕人跑掉 他们只怕神荣耀离去 他们不怕人偷羊 他们只怕无真实属灵供应 他们这种完全无个人利益兴趣 考虑之彻底 脱俗分离地位 是他们彰显属灵能力之唯一立场 这是他们属灵生高达到优势 而有知属天美德特性 这是非常实际的 并且是我们服侍主的人 真实的教育 如果我们继续向前达基督的丰满 我们就要沿着这条道路 摸着圣灵敏锐的感觉 学习什么是必须舍弃的 什么是我们不能摸的 什么是主绝对不许可的 犹如接人待物说话形式达到某个点 神许可并祝福超过某个点就不行 不是罪恶问题乃是与地接触 犹如说话称赞主仆 狠的属灵帮助是神许可祝福的 若说这是空前绝后的属灵帮助 就是神不许可不祝福的 前者属天后者属地 对见忍之鼓励我们再回头看巴兰的故事 巴兰在静光之高处 在皮斯加山顶 在皮尔山顶 明二十三章章三节 十四和二十八节 下望旷野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 明二十四章二节 于是祝福他们 这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中 未见雅各中有罪孽 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 你的丈母和其华丽 如接连的山谷 如河旁的园子 如耶和华所在的沉香树 如水边的香柏木 凡给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凡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一级从高处 看以色列人围绕着惠幕安影 照着支派居住 全然无罪 彻底蒙福 用新约的话来说 按照天上神的眼光来看 今日信徒都是围绕着基督自己生活工作事奉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是照着所得恩赐 各尽其职 彰显活出基督 这是基督徒在永远里完满之客观地位 在基督里的新创造 以及在我们灵里的基督是完美的 但按我们在时间里知主观世纪经历来看 我们乃是一步一步正在实现的过程中 极苦难试炼 实价原则 因幸福神 瓦解破碎一切属肉体属魂 属自我的而活出基督 犹如保罗说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 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奖赏就是彰显活出基督 肥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又说我们众人看见主的荣光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灵后三章十八节 哥林多的信徒可以说是 新约圣经里最不圣洁 最属肉体的人 但保罗开头称 他们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照的圣徒 临前一章二节 一级 我们现在属灵幼稚 尚有不圣洁 属肉体之处 但都在增长变化的过程中 然而按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来说 我们都是成圣蒙照的圣徒 所以保罗劝我们既然蒙照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照的恩相称 凡是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贺而唯一的心 一级彰显 活出基督 福四章一到三节 现在我们正按照所蒙的呼召行事为人 但仇敌也正集中权力 要把我们从这在基督里尊位上推下来 然而圣灵伟大权能借此机会 教育管训我们 若我们顺从圣灵 拣选与高扬基督同行 凡是谦虚 温柔 忍耐 仁爱 和平 和一 我们就必自然地活出在基督里的新创造 否则 我们必被仇敌从尊位上推下 失去一切属灵能力 其结果必是骄傲 刚硬 暴躁 怨恨 不平 紊乱 今日 我们暗地位已在西安山 但我们在经历上正奔往西安大道 换言之 完满基督已在我们灵里面 现在是我们自愿拣选 顺服圣灵 胜过一切属肉体属魂的 让完满基督活出来 奔往西安大道却是有许多困难挫折 但我们跟隋高扬的同伴是不灰心不沮丧的 青年时奉主的人第一阵风是天然的热心 兴奋 魄力 赶紧 牺牲 要完成做出某些事物 等到遭遇困难挫折 这阵风枯竭停息而感叹说 算了 我不再搞这一套 不再向前了 这确实是美好的事 我们曾有这经历奔向西安并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热心 赶紧 乃是依靠神的能力 基督复活的大能 但一切依靠基督复活大能的信徒 都是曾经在各样死亡中 如苦难 试炼 怨屈 误解 轻视 遗弃 误告 陷害 困扰 出卖死亡 应体贴圣灵 原文思想 圣灵 罗八章六节 自怨献福神 而默默无声舍己 丧掉浑生命 活着是基督的人 这般人就是经历 使徒所说 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极复活的大能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福三章二十节 求主继续启示我们 第七篇耶和华的名 在西安 读经 你凭慈爱 领了你所熟的百姓 你凭能力 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 在于你产业的山上 耶和华 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 主啊 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出十五章十三到十七节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十二十四章三节 我又观看 献高阳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 写在额上 起十四章一节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安 在他荣耀里显现 使人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 十一百零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 开头玉肠荣耀上述第一处经文 说到以色列人刚到红海 脱离了埃及 摩西和百姓向神唱歌 其中令人值得注意的一段 他们已经达到西安山 神的圣所 一级以色列人蒙拯救之开始 这个最终登上西安山 站在神圣所之事 就好像是他们已经完成之事时 这首向神所唱的歌起是 我们已经完成之事时 这首向神所唱的歌起是我们 神百姓蒙恩的开头 就看见神的最终目的 而且整个心灵都在渴望进前 及早实现 那首歌词之语调 是已完成了事实 你曾领 你曾引到你的圣所 新约的实际更是如此 行传开头 神百姓刚经过个个他 刚由黑暗国度转向神爱子之国 他们整个的灵和气氛 就是呈现表露达到神最终目的 他们已来到西安山 已站在神的圣所 称赞耶和华的名 请听他们所说的话 神的定指先见将死的痛苦 解释了不被死去尽心欢喜 灵快乐 肉身安居指望中 这耶稣已被立为主为 基督了我们所看 所听的不能不说争闹谋算 抵挡攻打 成就你旨意所预定 必有的失忆并预兆放胆讲 论神的道 这些光景说明 当神带进他万事之前 所预定之目的时 他也就立刻引进他的荣耀 这荣耀就叫人感到丰满 完成 实现 何时在灵里 何时即在永远之现在里 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刚真实众生的旧时 我们里面就有何等奇妙的感觉 似乎一切都完成 都达到 已进入荣耀 活在天上 我们就有一种青年人的灵说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诗119章99到100节 就我们而论 神列天而降助我们心中 就是荣耀 神从永远到永远之目的 向我们开启 我们在灵里就已达到 所以基督徒的开始 乃是看见 感应 欲偿神目的之荣耀和伟大 五旬节的信徒是如此 今日各处的信徒也是如此 继续进展之开始 上述13节是已经达到之欲偿 17节是继续进展之开始 神要将他们领进去 一节开头是欲偿 现在是一步一步的进入 圣灵开头的工作 是使我们欲偿神的目的 圣灵继续的做事使神的目的 成为我们里面的实际 圣灵不让我们一直活在情感行动 狂欢恍惚中 以色列人过了红海 的确是活在情感行动 狂欢恍惚中 他们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和旅程 学习基督 集会幕所预表的 一站一站的支搭会幕 围绕会幕 旧有的都死葬 新一代复活的 进家难成业 而实现神的目的 神用两种时事 神曾领曾隐 他要领 一集我们已经来到西安山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程 要走和完成 是何意 当初神造人 首先亚当 是一个活的魂 非常尊重人 给人自由意志 拣选 但人受引诱 拣选自我 不拣选神 而堕落 这是普世人的光景 后来神今自成为肉身来做人 幕后亚当 是一个赐生命之灵 一集他有自由意志 但拣选神 不拣选自我 实谱是一切自愿拣选神的人 都得生命之灵 成为尝过天恩滋味的基督徒 然而 神仍尊重基督徒的自愿拣选 跟随高扬基督的教宗 以实现神的目的 故有十四万四千 高扬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之高扬的同伴 他们是自愿拣选与高扬同行的 所以上述两重实事都是说明神尊重人 不免强人 神是宇宙的真实 真理 他不要虚假不真实的 他不让我们活在云雾抽象 仅仅情感冲动之根基上 他要我们基督徒全然活在属灵真实或复活之生命里 西安山是不被震动的国 我们曾提到启示录的元轮 其中心就是西安山 西安带给我们的救世主耶和华的名 旧约有关西安之一切教训的焦点 用新约符合之属灵实际而言 就是五旬节主耶稣 以及耶稣真实做主 当初使徒们不经口里说耶稣是主 他们实际的生活行动却实让耶稣做主 所以他们的工作是奉 见证都满了属天的全能 耶稣不仅是一个名称 并且是一种叫人不能忘记的伟大影响力 无人无物能站在这名的跟前 世界的权势意图反对抵抗 但都被毁灭 西律可能杀害逼迫主的仆人和教会 但他终被虫所咬死 行传处处可见耶稣的名不是普通的名 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肥尔章五节 耶稣是被高举胜过一切的名 西安具体表现这名 西安具体表现这名 耶和华 称为大魏的城 西安山 大君王的城 诗四十八章二节 大魏预表主耶稣 他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荣耀 主耶稣这位更大的君王 被高举上升 众天军爆裂出 节日式的欢歌众城门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十二十四章七节 新约有同样的话论到主耶稣 他们将荣耀的主钉 在十字架上 你们杀了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参林前二章十八节 图三章十五节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 我的圣山上了 西安是至尊全能 最高荣耀之名 一级在主耶稣这名跟前 万西都要跪拜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非二章十节 所以西安的意义就是说 民主耶稣这名的能力荣耀主权 在各处信徒属灵和事物上 得以具体的彰显出来 这名具有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 需要恢复这名的权柄 你我都同意 今日各处教会 神的子民 都需要恢复主耶稣这名的权柄 我们常用主耶稣这名 但缺乏让耶稣真实做主的德性和效能 其意义不是指着我们 暂时物质之身体上 有病痛奉主名祷告的医治而言 乃是指着耶稣做主的能力 血弱降低毁灭一切别的能力 如某些环境人事物临到 使我们沮丧 气美 灰心 不平 抱怨 愤恨 苦毒之能力 都被耶稣在我们身上做主的权能 血弱降低毁灭了 耶稣做主的能力 乃是在一种安静 无因 稳定 从容之途境里 持续制胜的 当一切反对有害的势力做工 你作者破坏我们时 在属灵的路上 我们仍勇往直前 是不能防止 无可抵抗的 事物仍继续 工作正完成 如果你计算 仇敌反对势力 你就惊讶其 结局必是消灭 你若坚持主的利益 你必发现 一种强大之神圣权能 正在做工 不论恶者 赤裸的势力 如何张狂 他所使用工具之迫害 如何残酷 都不能停止 主见证之存留 和近身向前 行传开头进 采取多势力 都是证明圣灵强大之神圣权 能实际运行做工 但都是围着 电力新时代教会 建立在 属灵根基上的原则 因此 今日无人盼望 自面上重演 一节 各处迫害 基督徒之掌权者 被虫咬死 像西律王一样 二节 各处 教会 欺哄 圣灵者 都死在会众前 而抬出去 像亚拿尼亚 和撒菲拉一样 这些事例都是警告人的一些事实 并且说出 教会建立在 属灵根基上的原则 即在已被高举之基督道路上 一节 一切抵挡的人不能免刑 二节 一切欺哄圣灵者不能无罪 我们所要看见者 乃是基督 在他的家 教会 终确实做主 信徒在凡事上经历耶稣 是主事非常实际 是顺服圣灵大能工作之结果 这是主耶稣 这个名的原则 有属灵的权柄 无人无物 可抵挡反对 哦 这是一件伟大的事 加玛列得着末世 是超过我们所想象 和他自己所知道的 他的却说出一个伟大的真理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图五章三十九节 在神的道路上 抵挡反对神 乃是绝望的 请记得 若是出于神 这是我们生活行动所切求 而获得保证的 即每一件事 都是出于神 如果有某件事 不是出于神 我们的祷告 就应当是 主啊 求你救我脱离那件事 如果那件事 是出于神 我们就应当顺服 圣灵一直向前 虽然 仇敌集中他一切恶势力 抵抗反对 千百人言 喋喋不休论断 许多计策手段 复苏破坏 但我们不受这一切影响 忠信与主同行 为实摩 因为主的名要在西安传扬 这是主的明知全能意义 和卓越大能之事实 自然 这是将引进挑战 以色列的南丁实际 不是一直停留在五旬节 按地位 按基督 在信徒里面的实际 教会永远与基督同坐天上 前篇一说过 时间是神管训 我们并对付仇敌之学校 教会常常与的接触 这就成为我们的挑战 哥林多圣徒的挑战就是纷争 有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林前一章十二节 他们把一些人的名推举出来 甚至把被高举之基督的 名和人的名并列 遮盖了主的名 这是他们按照人属地之喜好 偏爱 厌恶 同情 以及人性之判断和活动而来 这是堕落造物与的接触 高举别名 遮蔽主名的荣耀 加拉太的信徒也是与的接触 他们从西安山向下 来到西乃山 以及他们从一切属灵属天的事 降落到属地之就约律法的水平 犹太制度 就是律法捆绑 主名的全能和荣耀 再一次被悬割 今日无论在哪里 圣徒有属天属灵生命 活出基督 而落到圣经之律法原则或制度里 主名的全能和荣耀就被悬割 你我只有符合主名所代表的 与他同占西安山 才能真实知道被高举之主的升天全能 如何强大的实施和运用远超过一切 什么时候你我在灵里多落到地 或属世之境界 你我就丧尸剥夺主名之全能和荣耀了 需要登上更高之处 在灵里多落到地或属世之境界 将包括我们生活工作 事奉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之广大范围和应用 我们无法一一举例说明 但可概括地指出 一切彰显属灵的全能荣耀和效果之定律 就是需要登上更高之处 数十年来我们所见所听 许多地方神子民丧失属灵全能 荣耀离去其原因就是缺乏登上更高之处 与主同占西安山 犹如 哥林多的信徒 属这个 属那个 彼此分裂 互相猜疑 宁愿这样 拣选那样 其结果混乱失败瓦解 这是属人性之地方 你我需要登上更高之处 如果我们基督徒是由上投生 具有基督之名 而落尽人性地方 就我们必是放弃 拒绝主明之全能和荣耀 我们不是要活出一个装甲的生命 乃是学习跟随圣灵 舍己 及不跟随自我 活出基督 我们的天性都是无理难对付 有软弱过失 彼此难相处 但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有盼望 圣灵为我们代求 兴起万事效力 叫我们在苦难中学习顺从 天天变化更新 怕增加 我减少 结果 我们登上更高之处 基督是我们共同的地方 有一位属肉体的弟兄写信 给一位学习圣灵的弟兄说 今后我不能与你同供同侍奉 但这位学习圣灵的弟兄回信说 我没有圣灵的引导 接受今后不能同供同侍奉 其意义就是 登上更高之处 与主同站西安山的人 只能忍耐被人拒绝 攻击迫害 却永远不拒绝 攻击迫害任何人 经中有第一次的死和第二次的死 按字面意义 第一次是肉身的死 第二次是下火壶 基督徒无份 按属灵经历之意义 第一次的死是你辱骂毁谤我 第二次的死是我们加倍的辱骂毁谤 环抱你 但基督徒没有第二次的死 一级基督徒只有被人辱骂毁谤 却永远不辱骂毁谤人 反而爱人服侍人 向主耶稣 这是非常实际的 只有这样的基督徒 叫仇敌失败 给主荣耀 纷争结党 彼此告状 只能羞辱主名 不能叫主得荣耀 主得名的荣耀 乃是在西安山 在属灵升高之处 今日 教会属灵情形 低落便成属地属 世界之社团 失去属天意象和地位 有的把旧约由太教制度之原则 带进圣灵的新时代里 要看得现和摸得着物质的 结果主名的全能和荣耀都离去 以色列的南丁一年三次上西安山 就是代表全民登上高处 围着使主名的全能和荣耀得以彰显 神界属灵成属者 管理当他们上到西安山那日之时 将有何事发生 他们离开他们自己微小的村庄 乡镇 成是他们从前心胸孤立狭窄 分开隔离 疏远冷淡的光景 现在都离弃了 他们来到同一个山西安 即在一个属天之处和尾一 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事实和真理 他们是何等的蒙福 主在此建立一个见证 而且是一年三次 即对他们说 以色列人哪 你们并不是许多孤立狭窄 分开隔离的单位 你们虽然暂时分散寄居在各处 过小乡村或大城市 你们自己的生活 但你们是一个子民同属上面 另外的城 你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天上 你们是众长子之会 哦 由圣经可确实证明 在圣山上这些神的话 参比前一章一节 二章五到十一 来十一章九节到十六节 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二十一章 这里是说到立位之派 所居住之四十八座城 立位之派乃是站在 全以色列人做长子的地位上 预表教会是神长子的教会 除埃及三十二章 以色列众民在西乃山下拜 牛犊 神不喜欢 摩西命令属神的人杀弟兄 于是立位子孙 照所吩咐地行了 因此立位之派代表 全民占长子的地位 后来以色列十二支派分低液 约瑟便成两支派 立位之派无地液 却分散在十支派中 有四十八座城居住 这都是预表 今日各处教会核心兄子 即被分别杀死己生命 而占长子地位者 他们无属地基业 神自己做他们的基业 他们在各处引导神百姓是奉神 立位之派所住的四十八座城是何意 简言之四十八座城就是天上那座城在地上各处教会的代表 如果那些城不是能主要的代表天上那座城 也不能以彰显天上那座城为中心 就毫无意义 换言之 那些城就是天上神的那一座城在地上的缩图 四十八是四乘十二 一级世界各处受神管教训练 有属天属灵等次和秩序的教会 十二总是与神子民受训有关系 从以色列十二支派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之圣城 都是说明这件事 教会所以是长子的教会 就是说明受管训的故事 经中儿子的名分或子职 在神的思想里 就是在属灵生命上达到成熟 实现丰满和完全 你们已经来到西安山众长子之教会 来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立位支派的四十八座城 具体说明神思想的伟大真理 神借着那些与主同行 最属灵的管制 历史证明 那些与主同行 最属灵 最成熟的人 乃是最有属灵权柄 最会众肯服侍神子民的人 他们可能在世界上 无名无利无权位 但他们认识主 在属灵属天的事上 走在众人前面 这里给我们看见 整个领袖的原则 不是职位的 头衔的 乃是属灵生命达成熟的 真正有权柄 能治理 能服侍的 乃是有属灵度量 和属灵学习的人 众长子 四十八座城 他们都是西安的表现 西安凝聚他们一切之一 神乃是借着属灵的丰满 和属灵的成熟来管理来统治 这名的全能有一件 很深刻印记念的事 圣经每逢提说一个名字时 总有某些意义含在其中 就如西安 经中提到此名供一百六十一次 其中有一重要意义 就是神完全的满足 所以十四万四千羔羊 同伴都有他的名 和他父的名 写在额上 起十四章一节 以及神在他们身上的 这完全的满足 所以神赐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肥二章九节 在此我们就看现其意义 神在何处的这满足 神的名就写在何处 但神在何处的这满足呢 不是在地上 也不是在这个世界和其样式里 乃是在天 他儿子里的这完全的满足 所以主神的名是在他儿子那里 从那里圣灵带着这名的全能 将来赐给我们 这名有何等的能力 使我们脱离罪恶 脱离世界和其样式 就如五旬节以前不久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有一个少年人 赤身逃走了 可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二节 他们不愿意与这名有任何关系 人向他们说 你是他门徒中的一个 他们说 我不是 我与他无关系 他们以这名为羞耻 有二人下以马伍斯面带愁容 表现绝望 原因属地主世界 他们所要的乃是属地之国 暂时之全能 兴旺 职位 都是有关现在今生利益 但十字架把他们一切属地 暂时今生的盼望都带到尽头 接下去 主耶稣有死复活 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多次显现 事情发生了 他们得着一个新的属天的意向 对一切事物有了属灵的概念 对前途有了转变的认识 圣灵将来将神伟大的印记盖 在上面 即盖在属天意向 对事物之属灵概念 对前途之转变认识 主耶稣曾说 我的国部属这世界 约十八章三十六节 现在他们都真实地认识了 一切都是属天的 不再是他们曾经所持守之那些属地的 当圣灵将来 他们从一切世界和其样式得着释放 他们也从以往宗教强烈支束缚的这释放 哦 过去他们何等 受由太教律法主义和制度的捆绑 现在都得释放了 世界一切的力量加在一起 都不能使大树的扫罗归向耶稣 只有天上荣耀基督的意向向他开启 他才变成基督忠实的仆人 他自己见证说 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加一章十六节 新约圣经有一个最伟大的神迹 就是扫罗 以后的保罗 在灵里及启示 立刻从属的境界转变进入属天境界 彻底从由太主义的这释放 这就是主耶稣这名知全能和荣耀 所发生之果效和所表现之特性 关于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的意义 一节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认识和领悟 二节我们需要属灵的真实经历 从所遭遇一切烦恼挂虑之事得着完全的释放 因此我们握有一切事 却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金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神的 临前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一节你我 一节若是蒙恩得救的就有基督做我们的根基 二节若是实时与基督死的形状联合 在各样逆境苦难中学习顺从 舍弃一切草木合阶 达到长大成人 就必与基督复活的形状联合 彰显活出基督 都是金银宝石 因而经历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远远超过一切属地和暂时的 相主虽然在地仍旧在天一样 约三章一节 因此万有包括各样环境 人 事 物 生 死 权是我们的 集权是为我们效力的 叫我们属灵升高 而与基督同坐宝座 同掌宇宙王权 这种与基督同坐天上的经历 就是经上所说诸天掌权 但四章二十六节 有一位弟兄受误会压迫 受冤屈苦役 受毁谤残害 甚至抹黑 但该弟兄因幸福神 即经历诸天掌权 而漠然不语 并将这一切遭遇 踏在脚下 与基督同坐天上 在这末时 必有许多人 使自己清静洁白 且被熬炼 但恶人仍必行恶 但十二章十节 不义的 叫他仍旧不义 无会的 叫他仍旧无会 唯义的 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 叫他仍旧圣洁 且二十二章十一节 愿我们都自愿学习 信服神 舍己 不信服自己 不管人或鬼魔说什么 万有 逆顺遭遇 都是我们 而且是为我们效力 以活出基督的 谁有先取权 当诸云许万有 一切逆顺遭遇 都是我们的 临到我们 只有那些爱惜光阴 抓住每一个机会 学习顺从 充满圣灵 这有福了 因为他们或得先取权 目前 你我也许因 不爱惜光阴 列在最后 像马可投十年的光景一样 但若奋起直追 必像马可后来一样 他写的福音满了 立刻他的福音书 共十六章 最短 确计是最多 他确实奋起直追 最后成为保罗的同伴同工 获得了万有之先取权 一切获得万有之先取权者 都进入了一个荣耀的地位 与主同坐在诸天界里 阴谋重理由 许多人可能说 这是不可能的 但事实 历代和今日都有人进入 与主同坐宝座 诸天掌权乃是围着那些属于天 并且生活行动 在天境界中之人所经历的 主耶稣这名有伟大的权柄 但只有对那些具有属天地位者 才能表现其一切样式 当你我仍甘愿与这个的和世界有连接时 这名在你我身上必无能力 这名是在天上 只有你我属天 然后无论求什么必成全 每一件事都与主名有关 他做主事开启万事和整个局面之钥匙 求主使我们更多明白 主名在西安山所代表之风满意